我们今天的探讨主题就是韩式呼叫 韩式呼叫在很多程式语言都有相对应的机制 所以我们在这之前快速来回顾一下这个程式语言发展 在程式语言发展其实非常有趣的是 就是程式语言的功用呢其实一开始做的扮演一个角色就是人类 人类的这个期待当然希望说可以去控制操纵这些机械 然后让这些机械呢尤其是这种电子机械做运算 那一开始是运算那后来就推广到像能口补查 甚至到后来包含说金融好金融操纵这一系列用 所以事实上整个程式语言呢被赋予非常高的期待 然后呢我回顾说这历史的发展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 就是其实早期的程式语言比方说我们讲Fortran Cobo基本上它都是非常高阶的 然后后来呢到了西元的时候呢 西元基本上比这个Fortran啊比Cobo又再慢 慢大概十年但是呢这个比较出现比较晚的西元呢 反过它相对来讲这样又比较低阶 而且它的用途就比较明确就是说 它是它虽然也是一个通用的程式语言 但是它更适合做这个系统而且开发 比方说像UNIS作业系统 好然后我们来这边选出几个跟西元有关的这个程式语言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早期的西元呢就是当年这个Ken Thompson还有Denis Ditch在发展这个西元的时候呢 在1972年就试着用西元去改写这个UNIS作业系统 然后在1976年以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Ken R.C 那这边的Ken不是那个Ken Thompson是另外一位 然后总之Ken R.C呢就是第一次把西元就是做一个比较系统性的介绍 然后呢接着就会有一本书叫这西文明语言 就基本上把这个西元的规范做一个更明确的声明 但是西元一直拖到1989年才完成整个这个标准化的制定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NCC然后再包含说C89C9年的规格 那当然接着就是接着后面故事大家就熟悉了 然后就包含说这个C99啦C11 基本上就表示说1999年还有2000年2011年的事情 好然后当然这过程中还有一些分支 这个分支就很有趣就是我们知道的C++这种1985年同样也是来自贝尔实验室 好然后C++呢有趣的地方是它的语法看起来乍看看起来像西元 但实际上它融合一些特色像斯密网跟这个A打 在有些特色融合进来 所以一开始C++呢事实上被称为叫什么叫做C with Plus 好然后我们快速的看一下这个C元的发展历史 那你会好奇说我今天不是在讲这个讲韩式呼叫嘛 好但是我希望大家有个认知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掌握历史 往往是希望从发展的轨迹去知道说背后的那个设计逻辑 以及用这个逻辑去预测或者是说加速理解这中间的这些发展 好如果说你没有要用预测的观点去想的话呢 你忘了会觉得非常辛苦啊 因为你没有掌握这个一脉相扯的这些发展逻辑 好我们来看一下 嗯 这边呢就列出这个C元发展 好当然你可能有听过就是 事实上在C元之前有个东西叫B元 那这个B元呢是以这个BCPL的发展的 这个BCPL又是另外一个程式语言的简化版叫做CPL 然后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BCPL的发展是为了开发CPL的编辑 它是为了开发编辑而设计一套比较简单的程式语言叫BCPL 然后BCPL在简化之后呢就叫B 然后呢新的B元呢这么叫NewB 这个NewB 这个对岸的词你就去办法就讲NewB 那事实上这个NB呢后来就变什么 后来它就重新被定调成这个C元 但是它跟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C元 还是有一些很大本质的实际差异 然后从1973年以后这个UNY使用C元重启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 然后1974年的另外一个进展就是 关于UNY使作业系统的发展被写为论文 而且由Ken Thompson还有Ben Sleach揭露给这个世人 这个从1970年开始呢就是发行UNY使 背后就去设计哲学 还有帮助C元城市园 然后在逐步的扩展到很多地方去 然后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是说 但是C元的标准化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前面提过 扩到1989年才真正定调出来 然后在这之后呢 一般说前面也提到的这个C1999 然后后面有很多这种发展 然后事实上呢这个C元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持续在改变的这个程式源 然后我跟他说从CEE开始呢就是从CEE开始加入了很多这个现代处理器的特征 尤其专注在这个Concursy啊 专注在这个新的浮点数的资源 然后把很多像是执行序啦 还有一些作业熊本身一些通讯 就是跟作业熊界面的部分也做一个厘清 然后下一个进展呢就是从CE7 当然现在又往后拖了 从这之后呢又更专注在这个平行 平行增設计的部分 那这个可能下一个累成杯 那当然如果说在17没办法完成的话呢 那就可能还有2021啊 就是这种机制 好 然后我们要照一个议题 就是说如果呢 你一开始学的语 程式语言是C元 我想很多 很多像是资讯工程系的学生 学习的时候是这样 那这样的话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C元很多机制 它是跟其他的程式语言比起来 是非常简化的 毕竟一开始是系列的用途是来发展的 作为系统 系统软件这种重 事实上还有很多东西是大幅的简化 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方说很多程式语言都有个机制 叫做nastic function nastic function是什么 就是说我可以在 我可以先定义一个韩式 那定义韩式之后呢 我在里面 在韩式的内 里面又再定义一个韩式 但是问题是呢 标准的系列是不允许这件事的 当然有些程式语言呢 有些系列的编辑器 像GNU GNU compiler 它是允许一些扩展 其中的扩展 就叫nastic function 我们来实际看一下 这个nastic function 长什么样 nastic function 基本上它的设计机制是这样 就是说 像以前的这个 注意到这边还是什么 这边还是标准标准的这个 系列程式的 那以前呢 你是先做宣告 但是你不能定义 宣告定义跟定义不一样 宣告是没有这个方形霸底的 但如果说呢 今天有一个 语言程式的扩展呢 它允许在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 我在这边就不宣告 我而是改是什么 一个定义 所以今天有趣的地方是 我今天在外围呢 是这个 f function f 的定义 那里面也有 function g 的定义 所以就是 里面就是 这种叫nastic nastic function 那这样东西有什么用呢 好 这个东西也有很多用途 比方说呢 我可以想象说 它基本上有一个机制叫 nastic 就是nastic nastic nastic 基本上是在做什么 就是 你可以想象说 我今天 方形里面呢 定义一个function的时候呢 所以这里面的方形呢 事实上它的可见区域在哪里 可见区域已经是在 这之后 就比方说 我定义了这个方形 它就在这之后 存在 那一旦我离开 function f 的时候呢 事实上这个整个scope 就这样 就不再生效了 所以事实上你定义一个 一个 有 能见度是范围比较窄的 好 那这样的话 通常适合在哪些地方用到 比方说用 可能各位听过的东西 叫code function 所以就是说 像这个code function 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案例 好 所以 所以 在我们解释code function之前呢 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code function 它其实需要一个 一个 範围 这个範围 事实上可以让我们去区别 区别什么 区别说 哪些是从a 呼叫到b 这是明确的 这个不是code function a呼叫到b 但是如果说今天存在一个function 叫做f 这个f呢 事实上我不确定 到底是谁 有谁 不叫他 但是我知道 我今天f function注册之后 它可能在某个时间 因为中断 因为排程器 或者因为其他机制 然后我可以被换起 我可以被执行到 那像这样一个机制来讲 有时候我们会认为 我认为这个function 甚至它不会被一般的function看到 只是在某些事件生效的时候 我才看到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nasty function 会有它的存在的必要 但是 反过来说 标准的c源 它的这个设计 它是属于top-level top-level function 也就是说 我所有的c function 都是一视同仁 既然我没有nasty function 所以我就是一视同仁 所以我知道 这大家都是在最底层 当然这件事有什么好处呢 这件事最大的好处 是简化了 c源编辑器的设计 事实上 这个在 我们在这个 你所不知道的c源 这个系列 事实上有讲到说 讲到编辑器的原理 讲到这个最佳化 嗯 混动呢 事实上 c源编辑器 以及语言的设计 做了很多这个取舍 它大幅度的这个 嗯 降低的难度 然后让你的行为 相对是 相对是 相明确 然后反过来说呢 如果呢 你的程式语言需要nasty function 比方说像这个 Ascala Ada Module P01 这几个程式语言有趣啊 这几个程式语言有趣啊 这几个程式语言都是在什么 7亿元出现之前就存在了 那这几个这个 60年代 1960年代就存在的程式语言了 如果要能够支援nasty function 事实上很麻烦 其他东西叫做 叫做static link 这个不要把它搞错了 不是static linking 是static link 简单就是说 我今天在function里面 要能够宣告另外一个方形 所以事实上呢 他就是要能够找到彼此的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东西 然后这个 可以来参照一个东西 叫做up level difference 所以就是说 学习 西元的朋友 其实就是会发现说 实际上 西元是一个很 很 很单纯的机制 那很多程式语言都很复杂 就是这样子 这种 在Google社区 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案例 这里就 稍微 最初 然后接着我们来重新看一次 什么叫function 我们今天看function的时候呢 必须要从两个层面来看 一个是从 数学 就是 我们知道 在电脑有很多议题都是从数学对应过来 然后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在了解这些 程式元机制 这些人 必须非常清楚啊 非常清楚说他在数学 然后我们要知道说 Kim Thompson 跟Dense switch呢 基本上一个人是念 物理 一个人念什么 念数学 然后好玩的地方是说 在西元规格数里面呢 事实上有些用语呢 也是用这个 数学方式 所以你会发现 诶 里面竟然还有一些什么 一些导数 跟微分 这样的一个用词 所以这 基本上你要对这个数学 有一点论词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数学上的function 这个行为上是怎样的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边来讲的话 就像画面中这个示意图 我今天有个输入 输入一个x 那我输出呢 是一个数值 所以我身为这个输出的数值呢 叫做什么 就是f of x 就是这个 x的函数 这样的东西叫做f of x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数学上怎么去定义方形 好 注意到 我们上数学上定义方形是相对复杂的 复杂的一个机制 好 看一下 这个东西在高中的这个数学 基本上就是 高中的理科数学 基本上都有提过 过我们这边看一下 用个比较严谨的方式去看待 好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说 函数呢 是什么呢 事实上它是集合 最大两个集合之间的对应关系成一个行数 好 这是数学的语言 所以你可以看到画面中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到说 有两个集合 就是你可以看到 左边的集合很显然是吧 12345 另外一个集合呢 是34567 好 那我今天建一个对应 比方说画面中可以看到 3对应到4 4对应 就是4 左边的4会对应到右边6 好 左边的5呢 会对应到什么呢 有可能会对应到3 这是好玩的地方 有可能会对应到什么 有可能会对应到5 好 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对应关系 好 那这里呢 最大我们纳闷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这个5 这个5呢 会对应成3 但是也可能对应到5 好 那所以我们要去区分 好 什么样东西产品叫函数呢 好 就是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 我们允许多对1 就是比方说 左边是12345 好 那既然我最后可以对应到1 同一个数字 这是可以的 但是呢 1个输入呢 它不能对应到Borgan 好 所以注意到 这个在数学上定义了 然后呢 来是函数 本身呢 是可以做这个组合的 所以比方说像这个 就是G of f of x 像這樣東西 就是我可以把韓式組合起來 那這個東西很關鍵 所以注意到它的組合順序非常關鍵 然後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們要從數學去看 數學定了律度是比較廣 意義上是比較複雜的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說像這邊來講的話 譬如說我去定義什麼 就是一個f of n 那它的定義是n平方 所以反回n平方 然後如果說我們進行方子g 那g是把原本的數值加2 然後我可以合成f of g 然後也可以g of f 所以事實上你得到的東西完完全不一樣 f of g的話是n加2 先加2之後幹嘛平方 那g有f的話事實上是n平方這加2 這是截然不同的關係 那所以事實上我們這個方案西元 你也可以照他的意思 然後在數學上花了很多心思 去把這些規範講得很清楚 然後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表示是這樣 所以就是說我今天有一個名字叫f 然後它的輸入是什麼呢 輸入是f 所以這個f of x 然後最後的輸出是y 那所以在西元來講的話 我們所謂的function是什麼 它是一個退化過的形式 注意到這個退化過的形式 那所以你可能知道一個東西是什麼 所以這個東西都是中間的x是參數 然後這個y就是回傳值 然後注意到一個發音 這個字很多人都會唸錯 但是如果你真的去查字典的話 這個這個字呢 這個參數這個字呢 要怎麼唸呢 這讓你注意到中間的dn解 而且那個r不見了 所以這是什麼 perimeter 就是perimeter 這個是參數也是 好 那所以以這個西元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退化過的形式 好 那今天我們來看你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個程式語言 叫做c- 這個語言很有趣 這個c-mise 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類似西元的程式語言 然後它通常用途來幹嘛 它通常用途來是來開發西元編譯器 當然不然其他程式語言都可以開發 好 然後 或者說呢 它可以作為這個編譯器內部設計 像我們在這個你所不知道的西元 編譯器以最佳化原理那天 我跟他講過就是說 我們可能需要一個ir 一個中間的表示法 那所以事實上c-mise 這樣的一個程式語言 也可以被當作是一個ir存在 好 然後呢 所以c-mise 你可以想像說什麼 它是一個比較高階的一個組合語言 然後可以做一個中間的形式存在 好 然後這兩個前面之一 它的很大用途是來開發編譯器 好 那為什麼我們要了解這東西 你就想像說 我們把c-語言再把它 縮緊 把語法堂拿掉 然後留下最純粹的形式 那我們就稱為叫c-mise 好 那事實上呢 這個c-mise 事實上它有一個什麼 它有一個形態系統 好 所以比方說可以去記錄這個形態 好 比方說用8個bit表示一個數值 用32bit 表示一個數值 64 表示數值 或是說一次類推 好 然後這個東西呢 我們如果去查它的這個規範的話呢 那你會發現這個很有趣 很有趣 然後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如果呢 我們今天要來發展一個就是 呃 呃 就是函數 函數式的這個城市開發 我們什麼叫 啊 Function algorithm 啊 那所以如果說我們從這個觀點去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很多程式語言 它是本質上是很適合這個Function algorithm 比方說Visc 就是本質上它就是用數學員去創造的 但是西元本身呢有點有趣 它是讓它 它 沒辦法 就是選擇來講它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它欠缺一些機制 比方說什麼 叫做Tail Recursion Tail Recursion 是在整個地毀操作一個非常經典的機制 那西元不是說不能做 而是說這件事的責任要由這個Problem去做 然後呢在西元本質上呢它不會去做這個Garbage Curricion 呃 但是有很多Garbage Curricion的這個韓式庫 用西元去賺錢 這是可以啊 好 所以不然說這樣 像很多都用 Witcher Machine 內部人它用西元開發 然後除了這以外呢 西元其實還欠缺一些機制 比如說一些路外出移機制 然後 我們前面講到這個C-minus 這個是一個什麼 一個簡化過的一個 形式 然後它就是在輔助這個西元 然後 那我們剛剛有提過 那這個C-minus呢 它有很大的一個用途呢 是用在這個GHC 這個Huscode 就是這個Huscode Compiler 然後這個Huscode Compiler 很有趣喔 這是Microsoft Research 就是 顧名字就是微軟研究院 微軟研究院呢 它是讓我們做一些開放優勢碼專 其中有一個非常知名的案例就是GHC 所以有一堆很厲害的這個電腦科技家 我們一共先這個GHC 然後GHC呢 它的 它 本質上它是一個邊緣器 然後這個邊緣器裡面呢 就是用這個C-minus 好 然後注意到呢 這個在C-minus裡面呢 也有什麼 也有這個 這個方形 就是 當然它的方形的行為呢 就跟上面很像 好 它把數學的形式呢 再做一步 做一定程度的一個簡化 好 那我們今天來繼續探討一個議題喔 就是說 我們在講方形扣之前 當然你可能好奇說 為什麼要講方形扣 因為 方形扣背後呢 它有很多議題呢 是很值得我們去探討的喔 好 比方說我們今天來 在這裡來講到的東西 其實 從記憶體 從執行時期的觀點 去看什麼叫做 韓式呼叫 好 然後我們都知道一件事就是 UNIS作業熊子在哪樣的硬體開發出來 是在PDP的他們開發出來 好 然後這個是這個 當年的Digital 就是1960年代非常 非常這個知名的這個 這個 這個 迷你電腦 這個叫做 PDB11 那迷你電腦 那還是很大台啦 然後 這個 UNIS最早呢 是在PDB7開發 那之後就移到這個PDB11 PDB11有很多 很重要特徵 雖然它是1960年代的東西 但是它有很多特徵 是我們在經驗上 還是非常 非常有意義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比方說我們來思考 就是有一個東西叫做 MMIO 我們來看一下 MMIO 好 我們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說 事實上呢 電腦的光有CPU 是不夠的 我們有很多周邊 要去存取 好 那我們呢 很多周邊呢 事實上是用這個 這些周邊 可能會透過這個 IRQ 就是 interrupt linear request 就是IRQ 就是 就是用 會用中斷 就是 比方說 你就想要用網路 網路封包 那網路 網路封包進來的時候呢 是CPU怎麼知道封包進來的 所以事實上呢 這些周邊 會觸發中斷 一旦呢 CPU 接貨到中斷的時候呢 它會 停止 目前的程式執行 然後呢 它會切換到 我們稱為叫IS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在這裡呢 就是 我們一旦進入ISR之後呢 這個 CPU進入另外一種 就是進入一個特殊模式 比方說 在很多處理器來講 都有一個模式 叫做IRQ Mode 那 一旦我在這個IRQ Mode的時候呢 事實上呢 我就 應該要去做什麼 對應的硬體操作 這個 這個 這個大致概念在這裡 然後這個跟MemoryMap有什麼觀念 有 所以事實上呢 你可以看到說在畫面中呢 有個RIS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說它的這個範圍是什麼 從0000到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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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4個0到4個F 這樣的一個 區間 那這樣的區間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事實上呢 這段區間它不是普通的記憶體 事實上這段記憶體呢 它可以對應到一些裝置 所以這裝置有可能是什麼 是網路裝置 有可能是顯示卡 或是說一些 就是一些 像是聲音 聲音這樣的一個輸出 好 那這段很有趣的地方是 它事實上呢 它是一個裝置 就是裝置上的記憶體 所以事實上你去讀 讀取 寫錄也好 基本上呢 你在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事實上是改變這個裝置上的這個行為 所以我們講個簡單的例子 如果呢 這上面是一個網路卡 那你在裡面 像剛剛呢 講的 我們 收到中段 收到中段之後呢 我要怎麼去把風包讀取出來 事實上呢 這是什麼 從這一段 特殊的記憶體裡面 讀取資料 好 讀出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說 我可以知道這個風包是多大 然後呢 知道風包是多大 然後我去解析裡面內容 好 然後這邊有確定當什麼 事實上你在寫程式的時候呢 不用管這件事 你只要做好 之前設定之後呢 你做好必要的設定 之後呢 你事實上就是 就像什麼 就像你寫 一般的程式一樣 去讀取這個記憶體 所以事實上的讀取 比方說 那一段位置呢 假設是 叫做這個 所以事實上呢 你就把它怎麼 你就是去 de-reference 注意到這不是念star 就是de-reference 所以我把 給定的這個地址 就是給定的地址 我把那段記憶體內容 取分出來 所以我就可以讀取裡面的值 那當然呢 我也可以去改變 好 比方說我這邊這一段 程式碼的意思是什麼 我去改變 某一段記憶體內容的值 好 我注意到 這一段程式碼只是當事實 它是沒辦法編過的 它甚至不能自行 我們只是做示範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今天管理到的東西是 你今天不管是讀取或是寫錄 你所操作的東西是一個實體的裝置 但是呢 你在操作的方式 就把它當作一般的機體 好 這個手法呢 我們稱為叫什麼呢 我們稱為叫做Memory Map IO 要縮寫叫做MMIO 好 這個東西呢 在什麼時候就出現了 在PDP-11 當然更早的型號也有 但是PDP-11呢 它做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它相對用比較簡單的情緒可以存在 好 所以第一個概念叫做Mio 第二個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去思考 這個一個程式 在運作的時候 它跟T體的管理在哪裡 我們都知道一件事 就是這個程式呢 依據這個Van Neumann的架構來講的話 程式是保存在哪裡 程式是保存在機體裡面 好 那電腦呢 就是從這個記憶體讀取出這個程式板 好 然後呢 就是解析它的指令 好 然後呢 這個指令解析完 執行 再繼續解析下一個指令 再執行 直到沒有程式 或者說我的狀態 不再往前進為止 好 這個是 在Mont Neumann的架構 基本上是這樣 但是呢 實際上我們今天所謂的程式呢 就複雜多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一個東西叫執行時期 有什麼叫runtime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背後呢有很多學問的 只能去探索 好 所以 事實上呢 這個 這個 我們剛剛 要特別強調 就是說我們今天講的很多是 雖然主題叫funking code 但是其實有很多背景知識 我們真的需要好好的去琢磨探索 好 這個是在我們之前做的一個簡報 那簡報就跟你講說 一個hello world這樣的詞詞 到底怎麼去運作 那它裡面就涉及到很多議題啊 就是說它的那個連結 載入 還有這個整個機體 放在說系統呼叫 之間那些變化 好 然後這邊有本書寫的蠻好的 就是對岸朋友寫的 然後這本書呢 就是它用兩個主要的作業系統 來做探討 一個是Microsoft Windows 另外就是Gnu Linus 作為這個探討 不過再注意到一件事就是 這本書有一部分的內容是有爭議的 就是或者描述的 描述不是很清楚 但是瑕不也遠 這個還是很好的一個書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這個我們今天所要探討的情勢像什麼 像這樣 好 不要小看畫面中這段情勢吧 雖然看起來很簡單 但實際上不容易 它能感激東西不容易 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man本身它是不是還是 是 所以它是不是有設計叫funking code 是 然後呢這個printf呢 本質上它是不是還是 是 所以它當然有防具控 而且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一般來說呢 這個printf呢 它是作為一個西語言 這個標準的函式庫 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東西還涉及到什麼呢 就是這個標準函式庫的這個函式 我怎麼跟這個hello.c 建立關聯 所以你可能知道有linking 所以linking呢 就是我有透過這個link去做 然後呢我們在之前有講過 就是在這個bnt 它的最佳化呢 也沒有講過 所以東西還設立到一個叫little cache 然後呢 光了解這件事還不夠 為什麼呢 我們要了解說 到底一個程式呢 是怎麼去執行 這個備用的學問 在man函式之前呢 事實上也有很多事要做 然後呢 這個 它的記憶體的那個 記憶體我們稱為叫memory layout 就是它整個記憶體的布局呢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一局 然後再來是我們要知道 這個執行環境也有可能這樣 甚至連連座位系統都沒有 所以不可能會發現會有的 好 我們快速看一下這個記憶體的架 那個計算機的架構 所以基本上呢在底下來講的話呢 它也有一個bass 好注意到bass 中文翻譯叫什麼 叫匯流排 好不是總線 再講一次 這東西在翻譯叫做匯流排 對不對 那邊就聽起來 要滾亞多蘭那邊總線 那邊就覺得奇怪 怎麼有能把他翻譯成總線呢 導航飛機啊 好匯流排 好所以底下有一個匯流排 這匯流排呢 接了很多IO 有input 有output 有memory 然後有這個processor 好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說 然後以實際上來講的話 這個bass還是分高速跟低速的 好 像你現在看到這個ISA ISA bus呢 就是這樣相對低速的 那PCI就相對高速 好 然後呢 基本上就是越靠近CPU 好 就這樣越快 然後在CPU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裡面有一個cache 好 然後這個 大致的這個呈現 大概長這樣 好 所以接著我們還可以把它擴展成這個多核 好 那我們之後也會有個系列 專門來講這個多核的處理器 好 不管是對稱的啦 或者是非對稱的 好 然後 在多核的時代呢 這個這個系統就變得非常複雜 好 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這個共享的什麼 共享的Cache 好 然後 點些軟體架構大概長這樣 好 這樣右邊看到圖 就是 作業系統是什麼呢 作業系統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就是應用程式 就是什麼 跟我的議題之間一個橋樑 好 所以應用程式呢 本身它不需要知道太多地鐵資訊 它只要能夠 理解作業系統提供哪些服務 好 作業系統提供哪些封裝 好 好 所以我只要理解這件事 那我只要理解這件事呢 我就可以 就可以好好的開發我的這個 嗯 應用程式本身 好 那作業系統當然就在管理這個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的行為 這邊來去看 好 嗯 好 這個 這個部分就很重要 就是說 嗯 實際上呢 在 點型的系統來講的話呢 我們不是直接操作 實體記憶體 實際上我們會透過一個東西叫做 MNU 就是叫做 記憶體管理單元 去做這個操作 所以事實上呢 我這個 我們所謂的程式呢 它不會直接去接觸到 實體機體 我會透過MNU 所以MNU在做什麼事呢 它在做全station 就做轉換 它轉換什麼呢 從虛擬地址 轉換到實體地址 好 這個東西叫MNU 除此以外呢 它還要做這個 它可以去保護 保護資源 所以 比如說我的資源 每個單位呢 在實體機體的單位是 page 所以我們可能設定這個 每個page 是4KB 也可能更大 16KB 或者60KB 可以硬體架構的設計 好 那在很多系統來講的話 大家點型來講 那page是4KB 好 那4KB 那我們這次可以設定每個page 可讀可寫可執行 或者說 只可讀 或者只可寫 或者說可以讀 也可以執行 好 類似這樣的一個操作 好 然後呢 除了這裡外呢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 edgespace 這個edgespace呢 中文翻譯叫做 定體 定體空間 定體空間 定體空間意味著什麼 就是我們 我們前面講過這個MNU 在做什麼轉換 把virtual address 轉換叫physical address 好 然後呢 轉換過程中呢 事實上我的virtual 也有什麼 有效的範圍 好 從裡呢 我的實體記憶體呢 也會有個有效範圍 好 那我們前面有講過這個MNU 所以可以看到說 像這個Io的這個裝置 好 那基本上它也會對應到 某些位置 好 比方說呢 如果來講話呢 這邊是 網上算512Mb 好 所以比方說 這是512Mb以上的空間 好 這邊是對應到我們的周邊 比方說網路 網路卡 更正確的說法應該是NIC 好 就是內部的interface 好 然後呢 也可能對應到匯圖 好 就注射一種操作 好 然後呢 有這個概念之後呢 就是我們要了解好 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程式呢 還有很多環節 然後呢 有pre-processors 然後呢 然後呢 有compiler 然後又是Assemble 然後又是 除了Assemble 外有通過Linked 去做你location 好 就做了你location之後呢 所以事實上呢 還會產生什麼 不同的格式 好 比如說有這個 寇服的格式 PE 或是Linus上常見的這個EARF 不同的格式 好 就做了這個 好 除了這個以外呢 除了這以外呢 事實上 東西可複雜肉 好 我們前面講到的function 在西語言 它是一個退化過的形式 但是在西語言的 當然我們講的 標準的西語言 在標準的西語言來講 它都是top-level 好 所以也就是說呢 這個function跟每個 就function跟function之間 它不是那種重屬關係 不是 而是說 function跟function的 不管是誰不交到誰 反正它都是top-level 那每一個function背後都會對應到一個B值 所以比方說 你可以在畫面中可以看到 看到什麼呢 這個比方說man 顯然它是一個function 但是呢 在我們的術語 我們把它稱為叫simple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simple呢 simple是給誰看的 這個東西是老闆 simple呢 是什麼東西呢 這時候我們就要講一段 電腦的小故事 simple 我們知道以前 早期呢寫程式的時候是用打卡 所以你可能上課的時候 我聽過那個有老師的 找到那個老師都喜歡懷舊 懷舊 哎呦 我當年寫程式的時候用打卡機 我就打這個畫面中這個卡 然後這個 這個打卡機呢 基本上可以看到 這程式就是打在上面 所以想想也是蠻神奇的 好 在當年那個打卡機的年代呢 事實上就定義一個東西 simple 所以你想說 每一個 每一條磁帶 它某個區域 可能就是一個副程式 我們叫 subroutine 比如說 我說subroutine 然後因為subroutine 它可能會有 就是可以 這些subroutine 基本上它就是可重用的程式碼 可重用程式碼 開始之前 用一個人類可以看懂的方式去標註它 然後在那本質上還是一個地址 所以你比方說 我go2 go2到這個指定位置 比方說它的工程就是printer app 所以事實上呢 我這個printer app 它是一個人類看得懂的東西 但是呢 它對應到一個地址 這個地址當然是 對機器來講 對機器來講才有意義 所以就知道它 這simple是什麼 simple是把人類可看懂的東西 然後對應到一個地址 這個東西叫simple 這個叫電腦的數理 然後呢 我們剛剛提到的東西在什麼呢 就是說呢 這個 這個 像你畫面中看到 所以我們在simple simple name main simple name swap simple share 反正本質上它就是一個 方形也好 當然有可能是變數 它一定對應到一個地址 當然以這個點型的架構來講的話 我對應的地址不是一個 不是 不是 實體的地址 對應到一個虛擬地址 對應到一個虛擬地址 所以注意到 我們在講function code之前 一定要很清楚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 就是說 我這個simple 對應到一個地址 這樣的一個觀念 我們剛剛提到的是simple 所以simple這個詞 其實它存在非常 非常早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聽過說 編輯器呢 事實上是 整個電腦科學非常 非常早的一個領域 甚至是 你可以說 這算是電腦科學 數一數二複雜的一個領域 它需要非常多這種背景知識 所以很多詞彙 像simple這個 其實很難追溯 這個東西大概可以追溯到1950一代 就為了開發這個 這種系統軟體 電腦系統這一類系統而存在 在今天來說的話 這個simple 所以就是 一個我們 門妹看的名字 然後 對應到一個 虛擬的地址 注意到 這是在典型的系統 當然有些系統 在連MNU都沒有 那可能就對應到屍體的位置 好 然後這個 虛擬記憶體位置 它會對應到屍體的位置 所以基本上作業系統 它會透過MNU 透過MNU的協助 去建立好這個 對應 但是呢 以應用程式來講的話 我不用管這件事 我從頭到尾就知道 知道幹嘛 我只要說 我的 man swap 或者是這些 global variable的什麼 的名稱就可以 好 然後呢 這個在 linker linker的這個 很重要的一個作用 就是做這個 little caption 好 所以你為什麼會 會需要把很多個 點O 就是這個 A點O B點O C點O 為什麼 我們還需要做linking呢 有個重要的地方 我去改寫裡面的地址 好 所以你看這邊東西很好玩 這邊地址呢 你看這邊 這邊 你會變 你會看到裡面的程式吧 會有像這種東西奇怪 就是把0的內容放在 放到這個暫存器裡面 就是奇怪 這東西有什麼用 事實上 因為這個0呢 之後會被改寫 改寫 在右邊就看到這個 16近衛的這個6001b8 好像這樣就是要改寫 那同理呢 比方說我要去呼叫 呼叫某個函數的時候 你看到呼叫的時候很好玩 為什麼沒有地址 因為我們在 在object file的時候就不知道 因為這個方式可能在什麼 另外一個object code裡面 以compile的術語來講 它就在其他的什麼 compilation unit 好 但是呢 我這邊就把它換成 換成 確切地址 比方說16近衛的40010f 這個東西就是re location 你當然需要個表格 去追蹤這件事 好 然後這個東西搞懂之後 下一個環節 也是非常關鍵 就是 我們前面講的 包括說compilation linking 那下一個環節是 要怎麼把程式載起來 如果程式載不起來 永遠都沒有拿 永遠就沒那麼意思嘛 所以我們要想思考一下 怎麼把程式載起來 好 然後 所以我們會需要一個機制 叫loader 把這個程式碼從 某個東西 比方說某些媒介 像是磁碟 也可能放在網路 不管它用什麼媒介去保存 怎麼就把它讀取出來 讀取出來之後呢 我要把它載入到什麼 載入到記憶體裡面去 載入到記憶體裡面呢 那方式就很多 比方說像我們前面講的 MemberMap 也是一種載入方式 然後 所以就是不管你用什麼 一樣的一個機制 總之 我們要想要把它載入到 載入到記憶體裡面 當然 一個很常見的一個方式 還是用copy的 就是一個byte介入 一個byte介入 一個byte介入 從儲存媒介 copy到主機體 好 那注意到這邊呢 來講話呢 這邊右邊被看到的東西是吧 它就是一個virtual address virtual space 好 接著就是我們去看 就是這個東西到底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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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起來 背後還是有點虛問 所以事實上呢 我們在執行的時候呢 你會得到 就是 大概是像畫面中這樣子 注意到這只是一個示意圖嗎 實際上你在你的硬體架構有可能會有一些很大很大的落差 這個 這個 而且我們這邊舉例的時候是以三四位系統為例子 到六四位的時候呢 又有一些輸入 感覺是相似的 可以自己做一些實驗 好 簡單說我們會把機體切割成幾個部分 就是 旁邊看到的就是Stake Keep 好 然後再來是 我的執行檔本身的一個 Inmap 然後再來是 我可能是一個動態連結的 一個 就是一個 使用到動態連結還是酷的話呢 那你可能 你在機體裡面需要一個空間 去保存它這個觀點 那我們在你所不知道的西元裡面呢 有一個環節呢 就是專門講 動態連結 所以 你可以對照去看這個動態連結篇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這邊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Stake 這個Stake有點有趣 有意思的 就是你平常說 底下是低位置 上面是高位置 所以這邊來講話 有一個從高位置往下增長 這個Stake 然後這邊有個另外一個東西 盤過來 叫Keep 然後那個動態連結還是酷口 有可能擺在中間 好 然後你看到Stake也好 Keep來講它會增長 然後當然它的空間也是可以調整 好 我們所謂的Function Code 往往我挪用一個空間 我們就稱為Stake 好 所以就是說 事實際上Function Code 它是有階層性的 A負加到B B負加到C 那C返回的時候會反規到哪裡呢 先反規到B 好 那B之後呢 做一些操作之後呢 終於做完 可以反規到什麼 反規到A 好 所以可以這樣 ABC 那反規就是CBA 好 那像這樣一個關係呢 它就是怎樣 它就是放在這個Stake 所以為什麼大家叫Stake 對不對 順序到這樣 剛反過來對不對 這個 就是 先進的呢 會 先進路的 會最後離開 好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Stake 好 這個Stake呢 學問就有提大的 我們知道一件事呢 就是 這個Function Code 至少以我們認知上的希臘人Function Code 是這樣 它 它是 它並非 弄保子打狗 有去無回 它是 它是這樣 它是 它應該要做到 有去有回 好 注意到 在某些情況下呢 有可能是 有去無回的 不過我們先講一般的例子 有去無回呢 它是在一些比較特殊的例子有存在 好 但是不代表不重要 那種例子還是值得去探討 不過我們先探討這個大部分的 有去有回的例子 好 既然要做到有去有回呢 所以事實上呢 我們需要一些機制 什麼機制呢 就是說 我一定要知道說 我 比方說A呼叫到B 那我B要怎麼知道 要回到A的哪一段空間 哪一段位置呢 事實上我要怎樣 我要把它記錄下來 好 所以注意到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我有一個retend address 好 所以A會叫到B的時候 B在執行之前 這個函是B在執行之前 它其實要保存 我要反執行完 B執行完之後 要反規到A的哪裏 然後再來是 我會傳遞一些個數量纏述的 這個東西叫Argument 好 那你可能會好奇 有兩個詞好像 對不對 一個叫Permit 我們在之前講過這個Permit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叫Argument 但有時候你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東西呢 兩個詞都可以翻成叫做 兩個詞都可以在台灣的觀念來講 都可以翻譯照參數 不過它的形式上是不同的 第一個呢就是 Perimeter在意的是數值本身 也就是說我今天傳遞一個值 比方說我們做一個什麼 或者說我們做一個 絕對值的運算 絕對值的運算是什麼呢 比方說負 那經過絕對值的運算之後 就得到5 那如果是正的5呢 絕對值的運算完 得到什麼 正的5 那同理 如果是0的話呢 絕對值的運算得到0 那所以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5呢 就是作為數值 所以它是Perimeter 好 那如果呢我們今天是說 我今天一個韓式 比方說它有intx 它的形式 它的形式是什麼 這個參數名字叫做x 然後它的形態是吧 這個int 好 那如果說呢 我又把它擴充 intx之後呢 有個inty 所以你看 x y 都會傳遞給這個 我們指定的一個function 當然 到底是a先傳 還是b先傳 還是x先傳 還是y先傳 y先傳 這事實上是需要定義的 好 但是我們先不管這件事 所以我們先搞懂 有個東西 你要一定要保存東西 叫什麼 第一就是return address 再來是這個arguine 或是perimeter 好 除此之外呢 這個stake裡面還要抱存一些 額外的資訊 像什麼呢 就是我有一些 就是因為function執行過程中 我需要什麼 有些贊存的變數 好 然後當然是你本身 你可能還需要什麼 需要一些 必要的一些資訊 好 所以我們保存在這邊 所以 這一個每一個單位 就是每個 function code 好 那每一個單位呢 我們稱呼一下什麼 stake rank 那如果說你有用過像 GDB 這樣的一個debug 你會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 GDB這樣的debug 為什麼可以讓你 讓你做到單步執行 可以讓你知道說 這個function code到哪裡了 好 有個很重要環節是吧 因為是讓它追蹤的東西 就是一個stake frame 好 然後在很多計算機的結構裡面呢 在很多處理器的架構呢 它會做一件事 做什麼呢 它會去記錄這個 每一個frame 好 就是當時我們剛剛講到stake frame 好 我就記錄到這個frame 我會記錄到這個stake 好 所以比方說它會有一個佔助器 像這個intel 這個IA32的話呢 它會有EBP 或是ESP 這兩個不同的占領器 然後它就會去描述說這個stake的增長 所以比方說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從左下角 你可以看到這個立正好玩 所以如果說呢 你看喔 我們今天呢 越來越多function 去被執行 當然 有可能function沒有數量沒有之下 它可能受過地毀 我從頭到尾呢 呼叫同一個名字 同一個function 但是呢 我今天要保存的那個 返回地址就不同了 所以你看到這邊 這個stake 可能也會跟著我要保存資訊增長 所以它就有改變 然後注意到 那以IA三個來說的話呢 它是從高的等低的 所以你看到這邊來講的話呢 它有什麼 16進位的b ff 然後呢 我們就從ff來看好了 所以一開始ff 然後後來又推路的東西 所以它就從ff 變成什麼 fb 然後一直推下去 所以我一直推下去 所以我 越多function code的時候呢 我的esp 然後數值就變小 那反過來說呢 如果它回去 就是回到它上一層 那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終於要pop的操作 好 然後呢這邊 先有一個概念 我們有一個東西叫coding convention 所以注意到 這個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一題 我們等一下還會再繼續探討 先腦袋有一個概念 好 那講到這邊的時候呢 幫大家複習一下 所以我們剛才講到什麼東西呢 我們剛才講到就是stack him 好 那所以 事實上呢 這個反應的東西是什麼呢 它反應的在執行時期呢 有很多資訊 所以大概可以想像說 為什麼要花時間跟大家探討這個 韓式呼叫 事實上因為背後的學問 遠遠不是a呼叫到b b呼叫到c而已 而是我們要知道說 我們從第一題的觀點 我們從處理其他觀點 它到底是怎麼去呈現 這才是我們要特別著重的 這也是你所不知道的西語的 這系列的這個講座 其實想要帶著大家去思考的 因為學習語法不是太困難 你在網路上有很多教材 都可以教到語法 或者說你去市面上隨便找本書 基本上都可以教你語法 但是真正的難題當然是 把它寫好 寫出什麼好 好是什麼 好是什麼 不只是效果 技巧也好 然後呢 維護性比較高 對不對 那諸如此類就 我們講好可以講出千百的 千百一種說法 但是講出壞 可能只要有一個壞就行了 那結果是錯了 可讀性很差 好 只要有一個錯 你過去的付出 可能就是千百結束了 好 所以我希望這個講座可以帶著大家去思考 更深層的意義 好 所以注意到我們剛才講到這個 Stack 好 然後這邊我們快速幫大家複習 複習幾個點 就是我們的程式 程式的我們英文叫什麼 叫做Program 但是注意到這個程式要能夠被載入到 就是要載入到記憶體 然後處理器要能夠從記憶體去讀取出個別的印刷去 而且各自去執行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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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能夠達到這個執行的效果 所以事實上這個我們稱為叫做 這個我們有Compiler 我們有Linker 然後我們有Loader 所以這些系統就是很多議題 好 然後再來是說 比方說Stack 那還有一個東西叫HIP 那HIP基本上它存在什麼 它就是在執行式器配置空間 聽起來好像跟Stack很像 但是不要搞錯 我們所謂的HIP主要是來放什麼 就是這個Metal跟Free 這個東西 我們接下來還會來探討這個Metal跟Free 那這邊呢我們要講到一個系統不叫的 叫做SBRK SBRK 好 那我們來參照這個Linus user menu 對 這邊有描述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SBRK 你光看它描述很難懂 它跟你講什麼 它去改變Stata Segment Size 這個聽起來對不對 這個描述有看沒有沒有懂 沒有兩樣 所以我們需要繼續看下去 不管是SBRK 或是BRK也好 它其實改變的東西 它改變的東西叫做 就叫做Program Break 好 這個Program Break是什麼呢 好 所以我們這時候又要來複習一下剛剛講的東西 好 我們剛剛在講這個程式的行為的時候 好 所以你看我們講這個系 其實要了解系統團體真的是很麻煩 你要有非常多的知識 好 才能夠這樣 才能夠略等略等 所以這個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好 但這也是系統團體的一個地方 總是有很多議題之類去思維 好 比方說你看 我們今天什麼叫做程式碼 好 像是這個執行黨 那執行黨這邊來講的話 它會有這個包含程式的地址 就是放真正那個機械碼的地方 像這個Tax 注意到 這個Tax不是資料 這個 這是 它放的東西是一個 一個又一個的 機械碼 然後更確實來說會有對應的這個 有效的這個CPU的指令 好 除了以外呢 它裡面還會放什麼 還會放這個Data 所以它這個會放到這個Data Segment 注意到 這邊有個點 前面有個開頭的點 點就表示它Stack的名字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會透過Loader 把它載入到什麼 載入到記憶體 那一般來說呢 就載入它對應的這個 這個EdgeSpace 這個EdgeSpace可以縮寫 叫AS EdgeSpace 好 那同理呢 這個Data 也可以載入到機體某個地方 所以有一個地方叫Tax 表示這個 程式碼 然後Data呢 表示這個 資料 可讀可寫的資料 好 然後呢 如果呢 我的區域 好像畫面中這個區域 它是限縮到這麼大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當然要去空間增打 好 那這樣的東西我們就稱為叫什麼 就是去改變這個Powroom Break 好 所以就是這樣 原本呢它有一個區段 是固定的 那我可以去改變它的這個區段的範文 這個件事我們就稱為叫Powroom Break 好 然後呢 這邊特別定義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 你看 這東西很好玩 就跟你講說 這個 一個Process 就是當然 執行起來的程式 稱為叫Process 它的什麼 它的Data Sigma 會提在哪裡 好 那反過來說呢 就是什麼 就是聲明說 我的Data 我能夠存取到的這個Data範圍 好 一開始比較窄的 那我可以等一下擴大使用 好 BRK跟SBRK呢 這兩個很像 所以我們一定來看一下 這個SBRK呢 就是 就是跟你講說增長多少 所以我們是增加的 那BRK呢 是 改變到哪裡 所以你來講的話 哪個東西比較好用 就是SBRK比較好用 就是因為 你可以直接告訴作業信用說 我請求去變革到哪裡 好 這個是 SBRK 好 那記得再去看 然後 所以事實上 Melok也好 Free也好 基本上它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Melok 就是說我去透過這個SBRK 這樣的系統呼叫 我來幹嘛 來改變這個 改變我的Data section範圍 好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在哪裡呢 是在HIP 然後呢 Stack的話呢 關鍵 Stack前面講過多次了 還是變什麼 跟Function code有關 好 講到Function code呢 有幾件事 我要跟大家澄清一下 第一個是數 第一個是數 就是我們都知道 就是說 Function 這個詞呢 在我們台灣的慣例來講 可以翻譯成 函數 也可以翻譯函式 這比方說三角函數 Sine Cosine Tension 這個東西就是叫做三角函數 好 但是呢 如果呢 有一個Function 它的用途呢 不是來做這種經典的 就是說它不是經典的這些數學函數 不是Sine Cosine 也不是什麼 什麼ABS 好 這種很經典的這種數學函數 數的話呢 好 那我們把它稱為叫韓式 好 注意到 所以這個 在這個中文的翻譯來說呢 對岸 對岸的翻譯是說 你知道對岸的翻譯大概都有一個風格 就是只要一個英文就可以對應到一個 一個中文翻譯 它是一字 就是一個英文字 因為英文詞對應到中文的一個詞 那這翻譯中文的翻譯慣例是 它是用什麼 意思上比較重要 好 所以就是說 所以Function Code 會依據情境會翻得不同名字 你可以翻得最大的一個集合 就是叫韓式呼叫 那如果說已經變成叫做三角函數 對不對 就叫韓數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看情境 所以我們這邊沒有特別要講數學上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叫韓式呼叫 好 然後 我們的韓式呼叫呢 它要透過什麼 透過Stac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邊來講 我們來看這個虛擬記憶體的位置 好 那這邊一樣 對 以32位元為基礎 好 我們來先看一下剛才講的SBRK 好 所以SBRK呢 它改變的東西是什麼 是Pull and Break 好 所以事實上這一段呢 我就稱呼叫Hit 好 這個就是我 我的能夠存取的資料範圍 好 我呼叫SBRK 可以讓它可以增長 好 然後呢 這邊這個Stack 就是標準說 我們還記得 前面有人不是講過 我需要保存什麼東西 保存什麼東西 對不對 我Function 每次呼叫的時候 我要保存什麼 我返回的位置 以及說我Function內部的這個區域的變數 然後所佔的空間 所以很多區 都要去充分的去表達它 這個東西都充分的Stack 然後這邊就剛才講過這個Argment 然後方說呢 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呢 你看明明以前寫那個Main的時候呢 會有這個ArgcArgb MainArgcArgb 對 好像這樣東西 這個Arg呢 你大概猜得出來就是什麼東西 Arg就是什麼個縮寫呢 是Arcum的縮寫 C呢 表示Count V呢 表示Vector 好 注意這樣 在C語言來講呢 Vector是什麼 Vector就是一段連續的記憶空間 好 所以呢 我呢 這個Main呢 被呼叫之前呢 會這個 Corgan Loader 會準備好了嗎 會準備好把那個 它的Argument的總量算出來 然後呢 再來是會把這些Argument 放在什麼 連續的記憶體 就是它的那個 參照的時候 參照資料的時候 它就會 就是有一個Vector 那你用個連續的記憶體 去激勵各自的什麼 進入點 好 那接著再繼續來探討 這個後面的東西也是很好玩 在什麼呢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看一個 看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 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 比方說呢 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來講話 比方說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這個 看我們系統上的一個 每個東西叫Map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可以用Top 可以看到 系統上有很多這個 不同的程式被 被執行 好 然後呢 所以比方說 我們這邊 比方說我們寫一個小程式 好 這個小程式 我們叫做Sleep 好 Sleep 大大的Sleep 好 所以這個 好 那 所以我寫這樣一個小程式 這樣小程式呢 沒做什麼特別的事 就是 沒什麼事 我就是睡覺而已 好 我睡久一點 睡個999999 好 就是一個 一個詞啦 好 然後 然後 我們先做一段小程式 好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我就便利他 名字就叫Sleep 好 然後呢 這個層次執行的時候呢 很無聊 他就是 他基本上不會什麼輸出 對不對 他就是在睡覺 好 我可以讓他跑背景 好 跑背景 所以這時候呢 如果你去看說 我的這個 執行的起來程式呢 這個Sleep 好 就這邊執行的 這邊執行 然後這個14943是什麼呢 他是所謂的這個pid 這個pid就是什麼 就是processer id 好 然後呢 我們事實上呢 我們可以再注意到 今天這邊講的東西是linus的 149 14943 好 然後呢 在這個14943這個pid 它就會對應的一個什麼 對應的一個 這個pid pid 就是一個processer 然後呢 這裡面有一些好玩的東西 比方說什麼 1 149 13 13 好 那我們看什麼呢 比方說我可以看它的那個 記憶體 配置的狀況 好 這東西有點好玩 這邊你可以看到說呢 畫面中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一些好玩的東西 第一個我們先找 把看得懂的東西找出來 不要被動作嚇到 先看你看得懂的東西 好 顯然我們看到stack 好 注意到這一段 這個位置呢 你會發現就是 這個位置呢相對量 相對上面來講 看起來量 它的位置的確是比較高的位置 好 然後呢 所以它這個有範圍 這個範圍是什麼 好 是從這個 B B6 B6 B6開始 到這個B8 好 這邊就是放在Stack 好 那這邊呢 你也發現有別的好玩東西 好 比方說Lib7 那你大概猜得出來是什麼 這是C語言的這個 標準韓式庫的一個實作 然後呢 除了這裡外 你還發現還有一個東西 LD 這個LD是什麼呢 你可以回顧一下 我們之前講的一個動態連結篇 這個LD就是Dynamic 好 所以事實上你可以發現說 這個程式怎樣 它是一個動態連結的 然後呢 它裡面用到什麼呢 用到蜥語言標準韓式庫 然後呢 裡面也有什麼 也有Stack 所以這個範圍 好 那你可以做這樣的東西去觀察 好 然後呢 如果呢 如果你說 你這個這個程式呢 稍微再複雜一點 好 就是我們讓它做什麼事情呢 比方說去讓它配置 配置這個空間 然後呢 把這個Stick 稍微做一點改寫 我呢 先幹嘛呢 先配置空間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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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什麼空間呢 先配置一段 像這樣 像這樣 好 然後一樣呢去編移它 好 然後呢 我們這次呢 我們這次呢 我們這次就直接 讓它跑背景 好 然後跑背景的時候呢 它得到一個新的PID 是叫14991 好 我們做類似的事情 好 好 這時候呢 就有一個有趣的事情發生了 回顧一下剛來的東西 剛來的東西只有Stack 沒有看到Heap 但是這時候呢 我們不叫做Metal 之後呢 這時候就有Heap 你看好玩呢 好 然後呢 更好玩的是什麼呢 是它的屬性 這屬性呢 你看好 這是可讀可寫 但是能不能執行 這段不准執行 然後呢 有沒有說哪一段是可讀可寫可執行的 有 可讀跟可執行有沒有 有 這邊 這邊有個X 表示什麼 可以執行 同理這邊也有一段 是表示可以執行的 那這邊呢 也有一小段 是可以執行的 所以事實上呢 好玩的樣子在哪裡呢 你這個過程中呢 你會發現說 一個程式執行起來 所以事實上呢 你可以用什麼 在Linus上 你不用額外工具 你就可以去追蹤到一個 一個程式執行起來的一個什麼 一個資訊 那同樣是剛剛那個程式呢 事實上 好玩的東西 還是挺多的 比方說像什麼呢 來看一下就是 比方說它的那個 像這個 比如說 比方說它執行的時候呢 有一些什麼 有一些它的什麼Combinite 好 所以 好 比方說我之前的時候是這樣 Sleep這樣執行 好 當然你也可以 可以幹嘛呢 你可以把它稍微做修改 好 就是我之前的時候呢 是這樣 我帶一個字 1 2 3 4 5 6 7 8 9 好 好 這樣 好 那我得到這個新的一個process 好 我們再一樣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Combinite 好 這個東西好玩的 我帶進去的時候是這樣 1 2 3 4 5 6 7 8 9 所以事實上呢 你可以在這個 觀察到這個 這個資訊時期的一些 一些行為 甚至可以發現說 你可以知道一個process 在目前處理器的狀態 好 那你現在看到一堆數值 不要害怕 你可以對照看一下 Linux Kernel一些描述 描述說這裡面的狀況 甚至呢 你可以知道說一個process 執行的時候呢 它使用到哪 它之前當下 有哪些檔案系統的啊 然後它之前當下呢 又有什麼呢 就是它的那個什麼 Stack的變化啦 之類的 就基本上這樣 就需要那個 系統缺陷 所以就是說 這些資訊呢 都可以在這邊缺取的 所以你今天學習Linux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一個投資 不是說 不是說Linux作業系統多麼好 其實不是 而是什麼 而是Linux它是一個透明的 你可以從 作業系統的核心的程式碼開始看 那你可以做很多實驗 然後這些東西 有很多東西可以對照看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個東西呢 叫做 然後我們從這個Function Code 去看這個 這個 韓式呼叫 好 那關於這個地毀呼叫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個 你所不知道的 市議員呢 事實上有一個講座 來講什麼 來講這個地毀呼叫 好 那這邊有一個直播錄影 可以來參考 所以在這邊來講話呢 事實上我們就 就探討一些案例 然後就是說 這個地毀呼叫怎樣啊 然後 怎麼去寫出一個 地毀的程式啊 以及 還有做一些這樣 Tail Recursion 這樣的一個最佳化 透過這種 Tail Recursion的最佳化技巧 然後可以得到一個 不同的這個 不同的這個結果 然後 然後又去分析什麼 分析這個 分析一些 運作的機制 好 不然來說 稍微複雜一些案例啊 比方說這種 Match Soul 這樣的一個 一個操作 好 那我們今天來看的東西是什麼呢 我們先看一些 比較特別的程式 然後我們從這個過程中去觀察 觀察這個程式的一個 運作的狀況 好 比方說我們今天 建立一個東西 建立一個人 建立一個程式 這個名字 好 讓我們做一點小實驗 好 那這個程式呢 其實還蠻無聊的 就是 基本上這個在幹嘛呢 這裡面有一個count 好 注意到這個static 好 這個static是關鍵 好 總之這邊有一個static 好 然後 然後 我就是呼叫 好 所以我這個man 呼叫到 F1C 這個方式 好 那你說這個東西有什麼好玩的呢 來看一下 我們做點小實驗 好 我呢 編輯的時候加上剪輯 表示什麼 加上debug 好 然後就幹嘛 進去執行它 好 然後呢 我們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試著去執行它 執行 好 發現一個奇怪的事情 什麼 奇怪的事情是 這個系統的停止執行 好 然後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是 相關的程式碼有哪些 好 然後他跟你講說 在第三行 好 第三行呢 遇到一個segmentation fault 好 這個segmentation fault 基本上它有幾種環節啊 就是說 你存取到 不該存取的基礎 好 或是說 你存取的這個基礎的範圍 是根本就不合法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這段程式碼呢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說 只有遇到 只有超多指標的時候才會這樣 才會遇到segmentation fault 博士 你看 你看到畫面中哪裡有指標 對不對 乍看是沒有指標的 好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再去想 咦 這個東西出在哪裡 好 那再去想這段程式碼 這邊 有個什麼 地毀 好注意到啊 這邊有個地毀 那有沒有可能呢 這個地毀的條件 根本沒發生 有沒有可能 有 好 所以我們來思考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這個地毀的狀況 沒發生 然後導致什麼 導致這個 城市就無止境地一直在呼叫自己下去 然後呼叫到什麼 到 到我們前面講的stake 那段爆標 有沒有可能 好 這就是我們去探討的 我記得我們來做一些小實驗 這個 我們把這個count把印出來 好 好 這count的印出來之後呢 得到一個好玩的東西 叫524 094 注意到啊 這個數值呢 如果你在你的電腦上做實驗 有可能得到不同的數值 不用太擔心 好 然後這個東西呢 我們要去思考 這個數值呢 有一點點學問 你看我們這邊列出來 這邊是524094 然後這邊 我們在共比商 列出來的數值 差不多 然後如果呢 我把這個cost 做一點點調整 好 再從你來 做什麼程式 程式碼調整呢 我把這個程式碼 稍微改一下 就是 改成什麼呢 改成 好 注意到啊 這兩個 這個程式碼的差異在哪裡 就加這個 加這個intx 跟++ 好 我們看齁 所以 我們先把它複製一份 好 加這個 然後呢 再幹嘛 s++ 那其他地方呢 就不改 好 所以基本上 我們來對照看一下那個 這個它的修改 好 好 原本程式碼 跟我們改完之後 的程式碼 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啊 就是 新增一個 argument 然後呢 這個 所以原本呢 這個原本是沒有傳遞 參數的 然後現在多傳遞一個參數 叫x 而且每次傳說是++ 好 那一樣 做做做這件事 就是 好 放傳數值 扣一下 從一開始戴 好 統領 幾滴 好 一樣去執行他 好 又來 又遇到什麼 但是呢 這是不用害怕 我們來看一個東西 叫 Count 好 這次Count就有一點好玩 叫262047 好 這個262047跟上面那個524094 有沒有發現那件事 對不對 這邊26 這邊有52 對不對 隱約有什麼感覺 欸 變成一半了 所以 所以 同樣呢 是遇到Seq 但是這個Count 數字改變 然後我們再想一下這Count的意義在哪裡 好 來 這個Count的意義在哪裡呢 事實上它可以 它記錄了什麼 記錄了這個Function 鼓叫幾次 好 所以你看喔 這個Stack的空間 應該是一致的 為什麼 從這邊推移可以看到有沒有 就是 一開始的空間是假設這麼大 對不對 那之後呢 之後呢 就是 我去把它次數找出來 所以 我剛才看到是52開頭 然後之後呢 我開始傳遞 參數的時候呢 欸 我變成什麼 現在一半 所以我原本可以呼叫 那麼多次 然後我現在變成什麼 呼叫次數減半 呼叫次數減半 這意味著 傳遞參數本身是有站中間的 所以你看喔 我從這個時間發現 發現一件好玩的東西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數字 如果呢 我們再繼續改下去 繼續改下去是什麼呢 好 注意到 這個修改呢 就是跟上面比起來 差在哪裡呢 跟上面版本很像 但是我這邊再加一個什麼 再加個 local variable 好 把它加進去 然後呢 重新編印 好 一樣去直行 好 當然你會遇到 所以 比較終點了吧 重點是吧 所以你再看這個 counts 好 這時候呢 又看到一個更巧合的 變成17 好 所以你看喔 我們前面的變化什麼呢 從那個52 對不對 52 一開始就看到 看到52吧 然後後來變26 226呢 後來又變什麼 又變17 好 所以事實上呢 整個數字呢 就改變了 好 所以你跟他說 意味著什麼呢 這個stake 好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這個stake呢 肯定哪 肯定有學問 所以這個stake裡面保存什麼東西呢 這個stake 肯定有什麼 有必要的資訊在裡面 好 所以我們剛剛說 以這個程式來講 以這個例子來說 它就要包含哪些 就是它的這個 ameter 叫做什麼 x 然後呢 它的y 是不是也要保存下來 那當然 一定要包含一個retend address 好 所以我們剛才在講那個 在講這個例子的時候呢 就比較容易懂 對 所以不要小看這件事好了 就是說 事實上呢 在這個過程中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要保存這個retend address 然後那個argue 然後用local web 所以剛才我們修改之後 那一段程式 它其實是什麼 這三個地方都有 再繼續 好 那再來是什麼呢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計算 這個計算是什麼 就是 我們可以去計算它的一個數值 所以 這裡下有一些一些一些一選預算 然後 所以 這個東西就是 大家有點熟悉啦 就是這個退路嘛 就是說 你要不要選總統呢 有沒有選上是一回事 但是你的退路嘛 因為沒選上可以怎樣呢 你可以回去當新北市的市長 也是可以做得很好嘛 然後再過幾年又可以來選總統嘛 對 選失敗的話 還可以再回來選 當主席嘛 好 那所以這個東西也是一樣 就是說 現在 很多時候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都是要 預料好這個退路 好 Function Code也是一樣 好 然後呢 底下呢 有一個很 基本的 基本的一些 一些操作 就是跟你講說 這個 這個 Function Code的操作 快速看一下 這篇文章 寫得非常好 然後 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好長啊 對不對 你看我一直按空白鍵 一直在Page Down Page Down 鄉的都快暈了 對不對 然後 所以呢我們這邊怎麼做呢 幫大家 這邊很难得 就是有很多技術文章 寫完之後就不太更新 但這個東西不是 這東西呢 已經更新了五年 從2010年更新到現在 這篇非常難得 那這邊呢 它的標題直接講什麼 就是Function Code 在西元的Function Code 它實際上有非常多學問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講座 也是秉持這樣同樣想法 我們希望帶大家去思考 更深入的意義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篇文章 幫大家畫幾個重點 第一個呢 它是用這個 組合原觀點 去讓你看待 就像我們剛才想像說 我們剛才做的實驗什麼 我們剛才用這個GDP去做實驗 我們可以看到說有Retained Address 有這個Argument 有這個Local Variable 但是我們還是沒有搞清楚說 這個數字怎麼算出來 我們只知道說這個看起來是怎樣 State空間是怎樣 是固定的 然後我的資料鏈越多 我的能夠允許了 執行的這個 韓式呼叫的次數就這樣 就有限 但是這件事怎麼來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一開始跟妳講什麼 這個State Frame的Layout 所以可以從這邊來講 所以剛才提到什麼 有Retained Address 有這個Argument 然後再來是有Local Variable Local Data 然後注意到這個東西都可以對應到什麼 對應到 以IA三個來說的話可以對應到什麼呢 有對應到這個State Frame可以對應到State Register 也可以對應到 Frame Register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有RSP 這個是64位元 RSP跟那個RBP 這個在Intel的這個32位元的架構呢 它的占程器開頭是1 ABCD也1 那如果是64位元的話是R 然後R開頭 基本上有點乾淨就行了 所以就是這邊 RSP跟RBP分別表示什麼 分別表示State Pointer跟 Frame Pointer 好 接下來又解釋 好 那接著下面是一段程式碼 這個程式碼沒什麼特別的 這是計算什麼 最大公數 這個計算方式很單純 就是用什麼 用輾轉相處法 所以輾轉相處法是什麼呢 就是我有兩個數值 一個叫A 一個D 好 那我就一直幹嘛 我就一直除 你可以一直除也可以一直減 反正總之呢 我最後呢 哪一個這邊變成0的時候呢 就是我去找到最大公數 好 那這邊呢 涉及到一個東西叫什麼 地圍 所以這東西很美的東西叫地圍 好 就這邊來講 所以這一段 這段程式碼 每個地方在哪裡 這完全符合數學的期待對不對 好 斬轉相處法對不對 我的輸數繼續進 好 這一段程式碼呢 第一個呢 我們現在幹嘛呢 先邊編它 注意到這邊有個O0 前面是O 大寫的O 再來是一個數字0 好 然後我可以用Object檔本 減D 減D表示什麼 D就表示Disassemble 然後就是 就是反主義 反主義內容 那底下有些解說 好 然後呢 這邊也是一樣 用這個GDB去觀察 然後呢 這個地址 這個D就是這個地址 這個地址 有點梗 這個地址呢 叫做40057D 40057D 40057D 這個東西看起來有點神奇吧 這東西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到底什麼東西來著 40057D呢 就是 你在上面列表 好像沒看到 不過沒關係 不用慌張 40057D呢 這個東西怎麼來的 事實上呢 就是我們在反主義的時候呢 它開頭開頭的地址 就是這個地址 實際上這個也就是它的Symbol Symbol name 40057D 然後你所以可以直接這樣幹嘛 我可以指定說 我指定到這邊的時候幹嘛 就會停下來 好 那就設定一個break points 然後呢 你之前說把這個 A跟B帶進去 一個是42 一個是24 好 然後呢 所以它就停在這個GCD 這個Symbol 注意到我們前面講Symbol的時候 它是有對應到一個地址 40057D 好 然後呢 停下來的時候呢 你可以還可以幹嘛 機率強大 隨隨意看你的 在你一些內容 然後甚至還可以設定一些條件 就是什麼條件下 你才會停下來 好 那你就可以去看 我的RSP跟RBP 怕你忘記 我幫你複習一下 RSP跟RBP呢 分別代表什麼 就是StatePointer跟FirmPointer 好 所以我們事實上我們在關注什麼呢 關注是FunctionCode的過程中 還有什麼 這個RSP RSP跟RBP的內容 好 所以這邊記錄了什麼呢 這邊記錄了這個 這個State 就是StatePointer跟FirmPointer 那再繼續看下去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它就很細 好 就是直接去看 好 看裡面的這個 那GDP來講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 用這個方式可以去判斷這些內容 好 然後它就解析 好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然後呢 有沒有看到 咦有個東西有點熟 這東西叫4005FF 好 我們再看一下 剛剛那個停下的地方叫40057D 對 40057D 然後400 原本是40057D 那邊看到一個4005FF 你發現這個地址有點亮 有點接近 對不對 該不會是連續的 所以就是說對我們來說 我們要去思考一點 就是說這個地址是不是有地址 好 有沒有有序的 所以它又增下去 好 所以這片美妙的地方是什麼 你又可以學習到怎麼去就是 避回呼叫的時候 它帶哪些子進去 好 那你可以看它都用的參數 好 所以它用一個非常低階的方式去看 好 那假設呢你忽略 好 忽略什麼 忽略上面的這個 就是假設你自己做會不會吃啊 先忽略它 好 然後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來觀察什麼 它的地址變化 地址 跟那個內容變化 所以我們去講 我們剛才看到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Stick範圍 還記得我們在幹嘛嗎 看錯地方 看錯地方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深入哪裡呢 我們深入來探討這一塊 好 就是這個Stick這個塊 好 所以如果呢 我們做上面的實驗 好 當然我今天是為了節省時間 我跳過了 所以最好就是跟著它做這個實驗 其實挺滿有趣的 如果你做了剛才那個實驗之後呢 我們可以來觀察 觀察什麼 觀察這個地址變化 好 然後我們前面講過了 這個它是從這個高位置 高位置到低位置 所以這邊高位置到低位置 然後隨著這個 Function 屋角的增長 Function code增長了 那我就會知道 我的那個Step function 它就是這樣 指向比較小的值 意味著什麼 有越多Function增加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來講話呢 那這個好玩就要在哪裡呢 就是這個 注意到啊 這個是順序 這邊順序從低的起到高的 我剛才沒有講 這樣句 所以你看到這邊是高的低值 注意到這個高 低低低低低 好這邊最低 好 這個也反映到它的那個階層性 所以你看到一開始帶進去 是42跟24 那到下一次呼叫的時候 就是這樣 就是24跟18 然後再來是18跟6 然後6跟0 那你大概知道GCD是什麼 就是6 就是它的 符合它的停止條件 它的停止條件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是 有一個東西要是0 這個值是0 好 然後這邊來講 對我們最大的意義在哪裡呢 對我們來講 最大的意義是 我可以去追溯 就是哪些 這裡面有哪些什麼 argument 再來是呢 我也可以回推它的什麼 retend address 好 所以比方說這是最後一層 好 這邊是已經符合它的 結束條件了 好 所以比方說你可以看到這邊 它的這個返回地址是什麼 是 Eco bar 注意到 Eco bar 在聯發課工作的朋友都很熟悉 Eco bar Eco bar 然後你要升官 要到Eco 9 Eco 10 不要 如果你聽不懂就算了 這個 很多研發課的朋友聽到Eco bar 都心有戚戚戚 好 那這個 回傳位它的返回位置是什麼 Eco bar 好 所以這個Eco bar呢 你發現有一個好玩的嗎 Eco bar不就是這裡嗎 對 就是 注意看 這個Eco bar 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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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這邊吧 對 就是 它的什麼 它就返回到 返回到哪裡呢 返回到上一層 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同樣 這邊也有一個retend address 就是在08 一樣 從頂 這邊也是 就到這一層 然後這邊的這個retend address 是28 那28呢 它實際上在哪裡 28實在在這邊 這邊實際上東西從28開始 所以事實上呢 你發現一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好玩的地方是說 我光從這個stake分 你可以看到這個差異 然後這個在行為 然後當然是 你也可以去對照它裡面 這個local variable 所以它local variable 事實上是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 好 接著呢 我們還可以幹嘛 用單步執行 去觀察它那個變化 就是從這個24 4 24 24 2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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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算過了 已經求止過的東西 這樣 就把它記錄下來 我就不用重複了代入 好 然後它就可以做到跟這個 iteration 就是recursive 或者叫做地回 好 那 iteration 我們稱它叫什麼 就是叫 迭代 或者是 叫 這個 循環 就是 迭代循環 好 那所以這個 我們就改寫成一個 另外一個code 那這一段程式碼的 就寫來量 它就不用到地回量 去進入 好 事實上呢 它也可以做出等價的效果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從這個過程中來 可以學習到什麼呢 學習到這個 stake 的變化 好 那這邊有一點要值得注意的地方 就是 什麼東西要注意呢 就是 我們這邊又提到一個東西 叫做 叫做這個 frame pointer 好 那所以接下來我們來探討 這個事實上呢 它的frame pointer 它是有這個位置上的變化 那 有網友問到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 他注意到這個 stake跟keep的屬性 它事實上是沒有 自行的權限 這怎麼看出來呢 我們再看一下 就是 這個網友注意到這個keep 以keep來講的話是 可讀可寫 但 是 在stake 地方也是一樣 可讀可寫 好 所以事實上 這個keep跟stake來講的話 它的用力呢 本來就是來 保存資料 沒有要 讓你執行 但是好玩 那是什麼呢 事實上有一些攻擊 這攻擊實在太好啦 好 感謝 感謝 有點黑的同學幫幫忙補充資料 這個東西呢 叫ROP 這個ROP呢 有點梗 來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 事實上呢 就是 我有沒有可能呢 讓 stake裡面的 stake裡面也好 或者keep裡面的層次被執行 你說 這裡面不是 那個 readable writeable 反正就不 不可以執行 對不對 執行還是不可以執行 這個stake呢 也是這樣 stake也是不可以執行 那 你為什麼偏要去執行呢 有兩種可能 一個是你要做壞事嘛 對不對 有個長輩 叫什麼 做 做 做壞事 是 進步 對 原動力 所以有長輩了 幹壞事 幹壞事 是進步最大的原動力 所以 注意到 那句話跑去哪裡啊 所以這個 幹壞事呢 其實很重要 這是第一個 就是為了要進步 第二個是什麼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要做好事 但是呢 這好事呢 很不好做 比如說有個東西叫 JIT compiler 我們之前在講那個 編輯器還有最佳化原理的時候呢 就有這個東西叫做 Just-In-Line compiler 所以我今天呢 我勢必呢 我會建立 建立什麼呢 我會建立程式碼 會動態這個產生程式碼 可是動態產生程式碼 有可能放在哪裡呢 不是有可能 它大概也沒什麼地方可以放好 所以你往往都可能要放在什麼 要放在你的keep裡面 好 所以你要把程式碼放在哪裡 放在keep裡面 好 那 問題呢 你今天放在keep裡面 可是keep本上不給你執行怎麼辦 所以你要想辦法讓它可以執行 否則你產生出來程式碼是不能被執行的 不能被執行就沒意思嘛 就算你有什麼神奇的最佳化技巧 你不能用 那所以呢 為了要繞過這些問題呢 有一個機制呢 叫ROP 這ROP呢 想法就是說它透過一些 特殊的指令 一般來說就是RIT 這RIT指令也沒錯 也沒有特殊 但是問題是它的順序 順序 像這邊來講 就可以展示好了 展示說我能不能做到一個好玩的東西 要注意看 這邊有一個local variable 在它的空間佔了多少 100個bytes 然後呢 真的好玩就在哪裡 是用到gates 這gates它沒有限制 所以要截取多大範圍 所以有沒有可能說你把一個奇怪的東西輸進去呢 會 有沒有可能把一個很奇怪的東西輸進去 這是有可能的 這邊你可以去看一下 去看一些示範 好 那 這是一個技巧 當然要注意到這個技巧的重點在哪裡 這個技巧在 這個重點就是說 它是為了要讓特定的這個section 或者說像Keeper這樣 可以這樣 可以去執行程式碼 那這樣的東西呢 基本上是 我希望大家能知道 有可能你站在攻擊的道路 你可能站在什麼 站在去修補 尤其是修補 沒有淹死程式碼的程式 很多時候會有這種需求 比方說你想一件事就是 比方這個程式已經是 已經在運作了 已經放在 對 放在一個什麼 放在手機裡面 對 放在手機裡面 當然不可能在手機裡面執行便利器 不可能嗎 已經是修補它 而且是在什麼 執行到一半去修補它 對 不可能叫人家說 我這個系統要更新 然後我不准你打電話 不能這樣 雖然很多手機會這樣 但是用這修補 是在執行實行修補 或是說有些東西已經 已經跑在Server上 對 用Server上不能重開 對 就是不是report能要重開 是說 連那process本身我都不希望去重開 對 所以我就希望 我在動態的時候可以修補 好 那我們再繼續探討 我們剛才講到什麼東西呢 我們講到這個State pointer 跟這個Frame pointer 所以事實上 這個 它在 X8.64裡面 它分別對應到RSP跟RBP 然後 除了這裡外 事實上 我們就 方形有分兩層面 一個叫prog 一個叫emprog 一個叫emprog 那這兩個東西呢 就是 這兩個 這兩個詞彙是一對的 這個詞彙在什麼 就是 它在英文裡面的意思就是 那種序曲 開幕 開幕 開幕是能開幕 那另外一個emprog 就是 就是什麼 就是閉幕 有開幕就有閉幕 那function也是一樣 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然後function在進入之前 在進入的時候 事實上要處理一些必要的東西 比如說去安排好說 retend address要放哪裡的 比如說我的 argument要放在哪邊 要怎麼去存取 然後 換過來想 如果這個function要結束的時候 肯定要把 要把範圍字存好 對 所以我要把範圍字存好 然後你要發現一個好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邊來講的話 好像沒有一個地方放 retend的什麼 value 因為會放retend address不意外 不然你會變多包子打工 但是retend的value到底放哪裡 retend的value 一般來說 是放在暫存器裡面 所以這件事很好玩 可是那你會問一個小問題 如果說retend的value 放在暫存器裡面 是為了效能 這個好像聽起來合理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回傳的東西 是一個structure 只是structure這麼大 對不對 我要怎麼存放 這個問題非常好 structure 它可能會非常大 所以我一個register是不足以放的 但是我可以去存放 structure的開頭位置 所以你看到 在系列人來講的話 這個pointer是無所在 你今天寫好像寫一個structure 但實際上它的行為就像一個pointer一樣 它傳入就像一個pointer 一個基地學代稱詞 好 好 然後 這邊來講的話有一些補充資料 就是 地回跟tail recursion 好 那今天我們來講一個 有點快的東西 但是很值得一點的東西 就是 function code 其實就是 往往有很多議題 是很關鍵的 那比方說講這個buffer 好 我們之後會有個系列叫做 安全篇 就是也是 也是在你所不知道的西語言 這個安全篇會更細緻的跟大家講這些議題 不過我想帶給大家有個認知 不只是西語言 基本上很多語言的實作都存在弱點 存在弱點沒關係 你只要有辦法去修正就行了 不要怕犯錯 然後 然後 在 諮詢安全領域 有一個東西叫cve 這個cve 在做什麼呢 就是去揭露系統的這個弱點 不是那個什麼弱點 不是那個什麼大學聯考弱點分析的那個弱點 不是降落的弱 是弱點 弱點 那就表示這個系統有安全上的疑慮 什麼東西叫弱點 然後這個稱為叫cve 那基本上它是一個很大的資料庫 比如說像vahe 還要維護cve 當然不是只有vahe 有一堆公司都在維護 基本上任何一個像樣的作業行動工商 就是這樣的一個cve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這邊來講的話 它還有對你的buck追討的一個什麼 一個編號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這邊來講 快速看一下 所以你這邊來說的話 它發現一件事什麼呢 它發現了就是有一個buffer over 那這buffer over是在什麼樣狀況下 是在stake 就是在stake的炒作上 好這東西是這樣 就是說一個遠端的一個攻擊者 它可以幹嘛呢 它可以去搞鬼 搞什麼呢 它可以去改變這個 它可以透過什麼呢 透過DNS的回傳 然後可以幹嘛 它可以導致這個系統的pitch crash 好這件事有點好玩 所以這中間我們來快速分析一下 這東西怎麼做 好 這個 這個東西呢就有一個解說 好我們來快速看一下 指出 好 再說一次不要看到這個東西就怕 或者說不要看到說這個資安不跟我關係 資安是跟每天都有關係 所以你要懂 至少你們會知道死在哪裡 好 好 然後呢這個 葛怒Linus 葛怒Linus 是什麼東西呢 葛怒Linus就是Linus kernel 上面加上 葛怒的那些軟體 所以我們稱為叫 葛怒Linus 葛怒Linus 那葛怒Linus呢 上面它的那個西語言的資訊文字叫做GDP 當然世界上有很多不同西語言的司座 然後說有個東西叫Muscle Libre C Muscle Muscle Libre C Muscle Libre C 就聽起來很潮對不對 就很有Muscle 很有空有力的樣子 一個新的西語言的這個Library司座 有很多的 這是其中的 那還有叫什麼 Android用的東西叫什麼 叫Bionic Bionic Libre C Bionic Bionic Libre C 所以它也是一個西語言韓式庫的一個實作 所以事實上呢你要開發這個東西也不會太難 甚至像我以前也開發過的東西叫做Olive C Olive C 對像這個 那我看一下 Olive C 所以基本上有非常多這個實作 這是我在2013年 發表在這個 Linux Foundation舉辦的 Embediveness 就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西語言 Library司座 那不過我們這邊 舉的例子是以這個 格怒 格怒的 格怒的基地的系為主 然後呢這個東西是這樣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這個東西怎麼發生的 好 來開出看一下 解說一下 好 那這邊解說 這個東西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 DNS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 分散式的資料庫 好 就是 所以我們今天建立一個對應 好 比方說我們今天做一個 查詢 比方說一下什麼呢 好 比方說我這邊有個節點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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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面叫什麼 叫devicecrew.org 好 然後呢你會發現 哎 查完之後 發現有沒有有點熟的樣子在 14.16.8.2.57 這東西什麼 這個是成功大學 所以這台機器 就是放在成功大學 某個地方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說 我這邊來講話什麼 我這邊有一個 我自己也維護一個DNS server 好 然後呢這個東西發生在哪裡呢 這個東西發生在 我們在這個 查詢過程中 有可能会遇到一个什么 遇到一个供给 然后这个东西的发生 可能会导致这个many middle many多的供给 所以我可能会把这个DNS换走 好 那你要想一件事 假设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 假设这个是某一家银行的什么 线上银行 对 这个东西恐怖就是这样 就是说假设这个 假设你今天 我随便讲 假设这个东西叫成大银行 那成大银行呢 你当然要开 就是你开好户的之后 你就会用这个成大银行的服务 那一旦你用这个成大银行的服务之后呢 好玩事情会发生的啊 那成大银行的这个网址 你会去寄 你去干嘛 你就是用Google搜寻 我用什么方式去找 然后就有时候你看到说 你找了一篇文章就说 成大银行的这个线上银行怎么使用 你看到这个网址 你就把这个网址放到bootmark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错 可是这个网址放到bootmark之后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对应到的主机 如果换成另外一台机器 然后这台机器不是这个网址 是另外一网址 研机区之后呢 它的内容 跟原本的成大银行的那个线上银行 可能差不多 所以你就信以为 把那些该网址输进去 然后呢 输进去的时候 还看到参加一个什么抽奖 你只要提供足够多的资讯 我给你抽奖 那糟糕了 你什么资金都揭露出来了 这种悲剧都发生了 这种事会不会发生 很多的事啊 所以这种man and middle的供给呢 是很多的 然后呢 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东西都跟什么 Buffer Offload 又有很大关联 然后呢 为了要讲解这个Buffer Offload的时候 我们做一个示范 做一个示范 示范说我怎么去创造一个Buffer Offload 以及它的那个影响 我们先准备一个这样的东西 好 那它的程式码从这样 好 就算执事吧 嗯 我去编译它 编译跟执行 所以继续新编读 我继续新编读 新编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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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呢 我就得到一个执行档 它的执行档 叫做GDD真孔 好 请看啊 这个GDD真孔 这边呢 是32文元的架构 好 注意到啊 因为我这边有特别输入一个M32 表示32文元架构 然后呢 那接着干嘛呢 接着我们去进行这个GDD 用GDD去 进行这个程式 好 然后 我们在第六行平下来 第六行有什么升级地方 第六行就是要 来输入什么 输入这个 就是把这个输入 好 好 那我们做这次 升射定基础行行下来 好 然后 我就 把这个工具 塞进去 好 然后 所以我就 哦 这件事有点尴尬 这件事有点尴尬 好 太对了 再重新再次 好 重新执行证 好 所以你看啊 我这个执行的时候呢 就是触发这个条件 所以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第六行对不对 第六行在这里 好 所以我的 我的 我的 ARGD 以前就把 whatever 然后一路呢 就代 就ARGD 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参数 就是代入的 扣掉自己以外的第一个参数呢 就被什么 被代入到这边来 就是这边的imput 然后接着要copy 好 好 万事一样发生呢 来看一下这个 对 看一下这个stake frame 好 这个stake frame呢 这个东西就有点询问啊 好 这个询问在哪里呢 来看看这个东西啊 这边来讲话呢 就跟你讲说 这个frame 就是 他frame的地址呢 是这个 是这个 D4F0 然后呢 他被谁 被哪个frame呼叫呢 被D520呼叫 所以这个东西啊 然后他里面的这个 argument list 其中就包含这个话 Aframe 然后呢 那所以你看到这边底下啊 这个argument list 这完完全可以对应到什么 我们前面讲 前面讲到的东西的那个 什么东西呢 这就可以对应到这边来 好 所以你可以对照看这个 这个 这个地址啊 还有发生说这个资讯 就可以对面 对面过来看 好 那接着呢 我可以干嘛呢 我可以把这个 好 好 帮你复材在这词字码内容啊 所以这边 这个有个local variable 叫什么 叫A1 另外的叫A2 好 这两个都是local variable 好 然后呢 我就把他的这个 把他的数值印出来 好 我把他的地址印出来 好 所以啊 这个地址呢 叫做什么 叫D4CC 他的内涵值是0B 0B就表示1 跟我们一起终于一模一样 好 同理我们来做一样事情 好 那他的值呢 是什么呢 那值是 呃 这边 这边是 16吧 16进位的16 那就等于这个 就等于2进位的 等于10进位的22 好 也是不会细节 不会我们细带 好 然后呢 接着就是把这个B web 这上面的B web 送出来 好 所以这没什么大问题啊 注意到他位置啊 所以这个D4CCD0 然后再是这种D5 好 好 然后 你接着可以干嘛呢 去把他的这个 这个地址 好 这个这个地址呢 你可以把它印出来 然后这边的 160是什么 D160 D160 D160在哪里 D160啊 我们来看一下哦 D160呢 嗯 D160 D160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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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可以把它印出来 那当然我们对应到东西就是 这个 好 那一样啊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那里面那个 里面的这个 内含值 好 就跟这个A2 好 那种是一致的 好 然后呢 你就可以干嘛呢 你就可以重现 就是可以试着去把 剛剛那篇文章這邊有個範圍 可以去玩看看 帶入一些有點奇怪的解決 我們來看一下 你可以用這個GDP來觀察 抱歉可以按到 為什麼一直 它是一個PowerPoint 總之你可以把它打開來 因為我的Libre OPS又被我玩壞了 所以PowerPoint打不開 不過你還是可以看一下它那個相關的內容 然後接著下一個環節 想要跟大家探討什麼 前面Buffer Offload請你要自己去練習一下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環節想跟大家探討這個 探討這個KID 這句話就是我跟你講 這句話對一半吧 對一半應該怎麼講 應該是這麼說啦 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有很多漏洞 就是很多漏洞 它存在是因為 甚至包含說科諾本身 所以不是說完全不可能 只是說我們在Process的設計來講 或者我們在機體的切割來講 又規範說不同的權限可不可執行 但是問題是有很多地方是死角 哪些東西是死角呢 用卡拍的 卡拍的程度是對的 然後再來是像剛剛的例子 其實是來自激烈的習慣 甚至有可能是在科諾層面 就會有這種潛藏的漏洞 這也是為什麼要去看 為什麼要去特別探討治安 因為資訊安全其實 把很多環節都看過 所以 好 這個東西需要比較長的時間解釋 不過我們今天 真的要講的 就是說 先帶有點感覺 之後安全片在這裡慢慢跟大家探討 好 下一個環節要跟大家講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包含說Mailock跟Free這個東西 這東西非常之有趣 就是這東西有趣這樣是什麼 我們前面不是有講過這個Program Break 對不對 還記得吧 S-B-R-K S-E-R-K 要幹嘛 改變了這個什麼 改變了這個Data Sigma 更精確來說是吧 改變了這個Program Break 的什麼 的位置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以去用這個東西來實作這個 動態記憶體管理 好 可是呢 有一個 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來想一件事 我們看那個Mailock跟Free 好 Mailock的時候呢 配置的時候 配置一個空間 然後 如果它成功的話 來看一下 如果成功的話呢 會回傳一個什麼 會回傳一個 已配置 的記憶體的指標 就是指向已經配置記憶體的指標 那當然你可能會得到一個什麼 得到一個Null 表示這個失敗 可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好玩的地方是 為什麼 Mailock的時候 我要配置空間 就要指定空間 這個顯然要配置空間 為什麼Free的時候不用指定空間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我再參考一下 如果Mailock成功 會得到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合法的 一個合法的指標 對吧 然後呢 我之後呢 可以用Free把它釋放 可是為什麼Free的時候 我不需要指定它的空間 這個東西很值得思考 好 這個東西是有梗 為什麼我們在Free的時候 不指定 不用指定空間 不用指定說Free說 配置的時候是1024 然後Free的時候是1024 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設計到C語言 這個韓式的設計的想法 好 C語言韓式設計想法 是儘可能把 功能拆成C 所以比方說你會有那個像 你會有很強大的功能 像PrintF 很強大的韓式 像PrintF 你也會有PutC 也有PutS 所以你看 PutC跟PutS 這件事好玩的 像什麼 PutHAR 像這樣 事實上你可以用什麼呢 你可以用PutCHAR 實做出什麼 實做出PutS 對不對 你可以像那個HELLO 你可以HELLO 一個字元 接著一個字元去印出來 對不對 這是你的選擇 但是為什麼C語言的標準韓式庫 兩個都可以 它可以印一個字元的 也可以印出一個字串 為什麼這兩個要做 對不對 因為你事實上你看 我可以用PutS來取代PutC 可不可以 可以啊當然可以做 或是說我用PrintF 用更強大的功能去取代PutC PutS 可不可以做 當然可以啊 對不對 但是這個C語言 或是Units整個設計 邏輯是 它希望用很多小東西組合起來 它可以提供你牆的 可以提供你類似瑞斯道的工具 瑞斯道的這個function 它可以給你 但是也可以給你簡單的 然後呢 第一個是組合 第二個是什麼 是它的直觀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設計呢 什麼設計呢 就是Metal跟PutFree的設計 就是希望可以直觀 直觀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很多指標 就是反正回傳的時候 是指標的很舒服 比方說Metal 這個東西它回傳 它就很簡單 就判斷說是不是NOW 不是NOW的話就是成功 這個東西就是直觀 然後呢在Free Free的話你想一件事 如果我配置的空間是1024 結果呢你Free只有512 會發生什麼事 你看到我配置的1024 結果只在Free一半 這樣512 那請問另外一半怎麼辦 然後呢 你還要知道一個很麻煩的地方是 我今天在配置的時候呢 我不是說配個1024 或者說配置個511 那它就真的配511 那它就真的配511 有可能它配的東西是512 或是1020 這完全取決於什麼 取決於這個記憶體的什麼 alignment 所以這個東西要學問很大 事實上記憶體會怎樣 會對齊一個特定的範圍 也就是說呢 事實上呢 這個Metalc 或是其他的Metalcator也好 事實上呢 它配置的空間 往往會比你一起再大一點 它會做這個alignment 那你可以去查一下相關資料 這事實上有非常多的議題要去考慮到 這考慮到效率 考慮到 它是一個空間 跟存取效率的考量點 然後再來是有些硬體架構 它的存取集體位置就只能從 某個特定範圍 開始 比方說像這個ARN的架構 就有這種 它就是要做這個alignment 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 有很多這樣的議題 這導致什麼 導致你一開始配置空間都是1024 或是剛剛講5123 你最終配置的空間 有可能比你期望的來得大 不會小 但是會比你期望的來得大 所以問題來 如果你看到 一開始多其實寫511 然後你底下真的寫511 好沒有打數字的話 可是那因為alignment 而多配置那一 多出來的1 或是多出來的好幾個byte怎麼辦 它不就沒有被釋放掉 所以注意到 所以在這個西元的這個標準 的設定是這樣 我呢 配置的時候也有指定空間 free的時候不用 我只要給低指標就好 好 可是如果之後我們看這段程式碼 這段程式碼到 地環跟地月環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好 但是到第7行的時候神奇事故發生 他就跟你講什麼 他編譯的時候其實是合法的 做一次給大家看 編譯的時候是合法的 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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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free演習 好 乍看沒什麼問題對不對 注意到 可以再執行它 執行的時候 哇好棒啊對不對 它出現一個什麼 出現一個錯誤對不對 叫做double free 好 或者什麼 或者什麼 什麼東西爛掉了 好 然後很酷的用什麼 它會把 爛掉的檔期啊幹嘛 把它的那個 memory map 印出來 好 所以講說這上面有 keeper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keeper 還有跟他的什麼stake 好 然後呢 這個 注意到呢 這邊點了一個提示 叫什麼 叫double free 我們稱為這件事的人 稱為叫做double free 什麼double free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第六行的操作是這樣 是合法的 可是到第七行的時候呢 這個p p這個值呢 變數p的這個值呢 事實上怎樣 它配置的空間 事實上已經被釋放掉 所以到第七行之後呢 你再釋放一次的時候 就會錯了 好 但是呢 如果你把中間插這一行 好注意到啊 插這一行呢 是已經好玩了 我們再改一下 然後呢 然後呢 咦 什麼事都沒發生在 你看到 以剛才陳士馬來講 它差異就是什麼 就這一行 就是這個 就是 主要就是這一行 這一行就是 最主要的差異 好 然後呢 這件事呢 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free 可以free一個nara 好 所以這時候人家讀書啦 這時候人家讀書啦 來讀書看一下 呃 在這個linux programmers menu呢 裡面有提到啊 就說這裡 這個free呢 在做什麼事呢 就是去釋放是吧 釋放已經配置過的 已經配置過的空間 好 可是呢 這邊有一個特例狀況 什麼特例呢 就是nara 就是nara 看一下啊 nara 這個 如果呢 free的輸入值 也就是它的 argument是什麼 是一個nara的話 事實上是沒有控除 所以注意到這句話 呃 在很多人寫程式呢 會做這樣的層次碼 就是PTR 對不對 然後就這樣free 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 這段層次碼呢 是沒有存在 就是 它其實可以 大可以改寫成這樣 好 這樣的話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原本你看 你看還要做檢查 好 那你直接幹嘛 直接這樣寫就一樣好 這兩個東西是等價的 而且更建議說 這樣子寫 你說我可以少一個 你說 這樣子 是不是 這樣做有什麼意義 好了 這個意義有很多 就是說 我們今天把左邊那個形式 改成右邊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 你寫程式可以更低落 對不對 簡單來說你可以少一行 好 然後更重要的地方是說 我們可以把程式的焦點 聚焦在哪裡 聚焦在邏輯本身 因為free本身就是 如果你帶一個nara 對不對 好 就是 這個 它是沒有動作的 而且最酷的地方是什麼 很多編輯器 實際上可以幫你做最佳化 也就是說 它會去幫你檢查 要不要真的去呼叫free 如果它是鬧的話 就可以 連呼叫都不要去呼叫 連呼叫都不要去呼叫 所以事實上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追求是寫出簡潔 可靠 然後安全的實施 好 然後 所以就是 所以這個東西 你可以看到說很多人寫程式 就會有很重要的一個寫之 慣例就是什麼 我覺得free完 就趕快把這個指標設成none 所以就是可以避免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 double free double free的操作 然後當然你可以想一下 來這邊給各位思考一下 為什麼Glib系可以偵測到 真的double free 或是那個指標是錯誤 來想像 好 給大家一個提示 你現在去Google搜尋 就可以找到這個結果 千記笔會出現 不過你還是去動一下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這個malloc跟free 基本上也是很多學問 我們來看一下malloc跟free的學問在哪裡 好 malloc跟free的學問 好 接著我們來觀察 觀察這個 這個程式的執行 在講成的執行之前 我們來看一個小技巧 什麼小技巧 我們剛才有用到GDB對不對 那你會取GDB 會取GDB的應出什麼 GDB現在的那個 現在的 搜尋到的地圖 它以什麼為主呢 以這個path path 環境面數為主 好 然後你可以這樣子執行 我GDB去debug debug自己 這個東西好玩 然後 好 為什麼要debug自己呢 等一下你等一下就知道這個東西好用 現在就跟你講好好的在哪 你 你 這樣子做的有什麼搞頭呢 你不要說你可以這樣 你可以幹嘛呢 你可以 你可以把它當成計算機來用 可以1加2 當計算機來用 然後你可以幹嘛 可以2點D 對 就是像這種 然後乘以什麼 3.9 好 那你可以當 那我用對不對 前面是 前面是當做整數操作對不對 那這邊又一邊什麼 一邊浮點數操作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得到一個植液器 然後呢 但是這不是最酷的地方 最酷的地方是幹嘛 呼叫你想要呼叫的函式 所以我先打一個start 好 然後呢 打完start之後呢 欸 炒完的事情發生了 我可不可以幹嘛 我可以呼叫三角 算掉三角函數 pow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pow是什麼呢 2 就是以前面的值為底 然後上面是指數 所以這2的三四方 現在是8對不對 那你說 那這個可不可以這樣寫 3.9 可以啊 所以可以呼叫什麼 pow 那當然說 欸 那我可不可以呼叫什麼 sqrt 可不可以 打完來是可以的 叫做這個sqrt 或sqrt 它就是 就是一個參數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呼叫這個參數對不對 這個 這件事就 很好用對不對 所以你就 你就得到一個C元的植液器 好 然後更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可以去 好注意到 這是GDWC GDWC裡面才有的功能 你幹嘛 你再去看 欸我現在meload的狀態 好 所以這東西就好玩了 所以跟你講說呢 總共配置 比方說 我在這個目前 他用了這麼多 然後系統呢 有這麼大的空間 然後 然後他有不同的這個區段 所以上面這個區段 跟底下的區段 所以事實上他只用了一個 用了一個Arena 好 好 那這個 這個就是他用這個區域 好 然後呢 除了這以外呢 你還可以幹嘛呢 你還可以用這個 MaillockInfo 什麼呢 也比較一下 所以比方說他會顯示這個 你可以去看一下他那個 MaillockInfo的盤式 它會顯示一些必要資訊 好 所以這個東西有什麼用途呢 這個東西很好用 就是說你可以搭配 比如說你程式 假設你今天做一個Web server 你可能會很在意說 我可能想要去 因為Web server會大量去 Web server 他會執行很久 執行很久的時候 我會遇到一個問題說 有可能可用的機體空間變少了 遇到可用機體變少的時候呢 我可能希望 我直接 直接在程式執行的時候呢 執行時期我去檢查 到底有多少可用的機體空間 你就可以用這個東西去查 不知道 就是他的那個 MaillockState 這表示說 避免說 下一次 Maillock的時候會失敗 你知道嗎 你可以在 還沒配置之前 就可以決定說 我要不要去配置 或者說呢 甚至可以要求去train memory 就是說 因為 在Glibc的實作來講的話 他不會 他不會在 就是他的那個 機體操作呢 他為了效率考量 他不會急著 說我要free的時候 就真的free 他往往不會真的去 這麼快free 但是我可以要求 我可以 我可以呼叫這個 MaillockState 去要求說 我怎樣 我去 強制把這個機體把它釋放掉 就是 因為之前為了效率考量 為了考慮到這個cash 一些那個locate的考量 所以我不會說 我一旦free 我就真的急著 把那個 蠻的空間釋放掉 我真的晚一點再free 但是這個東西 會導致說你的 系統 總共可以用的空間 會變少 所以你可以 強制去呼叫這個train 所以 我們可以這樣做 當然可以這樣做 好 我怎麼會打trump train 打出次 好 所以我就可以呼叫這個train 好 好 所以你會看到 這是顯然的地方 現在數字都不一樣對不對 你看 這邊的空間 兩邊對吧 咦 我的用的空間這樣 就不一樣 好 然後呢 接著什麼呢 接著是 來解釋 來看一下 好 接著就是 事實上 這個maillock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學問 好 所以 我在今年 我在今年的話 就是 在 也是在ELC Embeded Linux Compass 上 Embed Linux Foundation 舉辦的這個 然後就跟這個 咦 是ELC嗎 不是ELC 是那個 Open Source Summit 好 那就有一個帳篇的議程來講 那個memory allocation 好 Ossma Memory allocation 好 這是 就是 呃 我 我 我 今年有個講座 就在講這個 呃 針對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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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ion Critical 好 就說一些 把Linus用在那個 像這些太空啊 太空工業啊 或是在這個 呃 模擬 訊號模擬 比方說一些電器 電器等級的 呃 像我過去的經驗就是 我把Linus用在 LT 的基地台 LT的基地台 然後 有 車子 也有這個 用在這個 航空 幫我們最近要做的事情 那這時候也要廣告一下 對 你看這個 自媒體最大好處 就隨時都可以來個大廣告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 火箭的計畫 很需要 很需要 各位的參與 所以如果說你對這個 火箭計畫有興趣的話 那 歡迎來參加 呃 你不用做過火箭 就是 人生很多事情都這樣 就是說 各位的父母往往 只當過一次父母 對 但是那一次就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對 就是人生很多事情不需要做過很多次 你只要一次就要做好 其實火箭計畫也是一樣 就是 就是 決心 然後去做就行了 但是裡面需要非常多軟體的人 所以比方說你對這個IT 就是對這個 這個網路骨幹 對這個資訊安全 或是對一些高效能持續開發 你有興趣 或者說你對通訊 通訊的一些 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聯絡我 所以我真的很需要人 好 所以我在這個議程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議程 這個 同一篇都有 然後就是講這個 這個用在什麼 Mitchinpico的Linus上 然後就做這個機器管理 那這個 這是我們今年的事情 我們今年成功大學 好 這個表演就成功大學 好 我們成功大學 今年參與的這個 今年 過去 從五年前就參與 這個有個叫QB50 QB50是歐盟的一個計畫 大家就邀請很多研究單位 幫成功大學在內的研究單位參與 來做什麼事呢 來做這個開發人造衛星 那這輪到衛星來幹嘛來搜集 所謂地面的資訊 反正說氣候 比方說一些 一些就是環境的因素 然後來做更多的科學研究 那我們成功大學就發展一個東西 叫QB50 它的QB50就叫Phoenix Phoenix QB50 那就在今年 今年很順利的在 在5月發展 那當然另外一個東西就是這個 我們這個什麼 什麼那個 ARC 就是我們這個前戰的火箭計畫 那這裡面呢 有些細節不能跟你講 但是可以跟講 很確定可以跟講說 我們用Linux 所以這個火箭上的東西 跑Linux 地面站呢 跑Linux 然後我們內部的開發 用Linux 我們就感動了 用Linux來解決問題 好 那這個 你可以自己參考一下 好 那所以在這邊來講話 我們就有講 就是怎麼去使作這個Metal 那裡面有很多議題很值得去參考 好 那我們來快速回顧一下 就是回顧一下我們今天講過的一個議題 好 我們今天講過的議題呢 包含什麼 就是 我們要了解Function Code 很多時候是需要這個 一些從歷史進去看 因為西元的設計呢 它讓Function Code退化了 所以事實上西元的這個 比方說不支援Nasty Function就是 它其實怎樣 它就是一種退化的 因為它讓變異器的設計變簡單 但你可以看到西元的 比西元早出現的語言 像這些東西都出現了比西元早 什麼 Ascale 這個Agora 這些都是出現的比西元早 這些語言 基本上很多都支援Nasty Function 但是西元沒有 讓這些東西變簡化 然後再來是這個 西元的設計也是一樣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回傳值 它是一個數值 好 這個數值呢 在西元來講 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數 保存在哪裡 暫存器裡面 這個暫存器裡面 這個數值呢 它可能是一個指標 它也可能是一個什麼 指向一個Structural開頭的 或是指向一個Array開頭的 本質上它跟指標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對不對 就是一個什麼 記憶體的代稱 我們在這個 你所不知道的西元的指標篇 其實有跟大家有探討過這個議題 好 然後再來是說 我們在實作過程中 其實你要很清楚 很清楚它在記憶體裡面的行為 這件事非常之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很多工具 像這個GDB 或是在LLVM有提供的東西叫LLDB 你在Mac上用的這個就是LLDB 你在Mac上有這個LLDB可以用 對不對 那不管你用GDB也好 用這個LLDB也好 基本上你都要很懂 很懂記憶體裡面的佈局方式 所以所謂的Memory layout 你要很懂 否則你用這個GDB去追蹤韓式的呼叫 會四倍功半 因為你不知道記憶體裡面是什麼樣 這件事要這麼注意 所以這邊強烈建議大家來幹嘛 強烈建議說大家去做這個練習 就是像這個什麼Buffer workflow練習 好 還包含說前面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這個 好 這個練習非常好 我就是剛剛提供的 就是帶著大家 它是一個很長的東西 就是它的一個練習 就是說我去觀察 我寫一個什麼 我寫一個簡單的一個詞毀程式 然後就是我去 我寫一個簡單的詞毀程式 去觀察 去觀察它那個行為 這個 我們剛才之前就是做一個示範 那在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雖然沒有帶著大家做一次 但是這個是很 你自己去看的 所以你在了解FunctionCore 其實你要了解什麼 記憶體的變化 然後了解記憶體的變化 其實你要知道暫停器 暫停器它的變化 然後你可以從中可以知道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觀點器 好 那這個東西搞懂之後呢 你可能人生就會忽然開朗 就是說翻譯什麼 FunctionCore 其實是記憶體 還有暫停器 有一些變化 然後呢 接著你再繼續看 像這個StackOffer 然後你會更多概念 就是說這個翻譯 很多時候呢 你這個 知情程式上 遇到一些錯誤 往往是沒有遇到這些議題 什麼議題呢 就是Buff 它的空間 它的整體的範圍 以及它裡面 不管是Heap也好 或是Stack也好 它裡面呢 事實上等一下 它也是一個範圍 但是我們往往在寫程式的時候 沒有很注意到這件事 所以不要亂看正常程式碼 正常程式碼 本質上呢 它有一個很簡單的改法 就是把這個 strcpy 改成什麼 strncpy 就是我原本是strcpy 把它換成什麼 strncpy 就是這樣 比如說我今天去copy的時候 這樣 我今天copy的時候 我就是指定一個範圍 所以比方說 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我的Buffer Size 有效的Buffer Size 是7 所以我就指定成什麼 7 我這邊就改成strncpy 然後多加一個參數 7 當然你可能規範再少一點也行 以這邊的例子來講的話 你應該要規範什麼 應該要規範成6 你要考慮到一個什麼 一個nout miniature 所以其實事實上 你應該是代入 不是7 應該要代入6 好 那除了這以外呢 你可以去做 這個上述這個實驗 就是去看出 看出一個stack frame裡面的內容 然後呢 GDP的話這個功能很好用 雖然畫面可能抽籌的 就是多數文字 但是呢 你可以搭配一些工具 比方說像Eclipse 你搭配這個Eclipse的話 你可以用一些圖訊畫去顯示 這東西非常重要 所以你就讓你知道說 裡面這個方形裡面 實際上要帶來哪些值 而且特別是在這個 避毀的時候 因為避毀的時候 每一個層次 其實它的那個影響非常大 好 比方說我們來看一下 比方說我們做一個簡單的小實驗 小實驗 好 CCD CCD 可以啊 搬好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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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 它是一個合法的程式 好 不過我們還是看一下這個程式碼的這個行為 程式碼的實作 所以在這邊來講的話它這個避毀 好 這邊也存在一個避毀 然後呢 這個避毀呢它有一個結束條件 好 結束條件就是 就是 第二個參數 如果避毀的話就結束 好 好 然後我們可以去執行它 好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 嗯 等一下 我打錯了 打錯字了 然後 把這個程式碼印出來 所以程式碼呢 就是 呃 程式碼就是什麼呢 就是 在這邊好 那我可以設定 什麼 我可以在第四行 對 好 然後 就是我我如果是什麼 第一我是零的時候呢 我就是會在第四行 會停下來 好 那接著呢我們用什麼值帶進去呢 我可以用它上面示範的好 我用什麼東西帶進去呢 我用 用兩個值 就是 42 跟24 好 然後呢 就是 的確達到這個停止條件 好 然後呢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打這個backtrace backtrace也可以縮寫叫bt 好 然後呢 好玩事情發生了 你看 這個它是個地魂嘛 對不對 地魁 我不叫自己 所以你看看這邊來講 這邊是 美妙的GDP 對不對 像多 像以前學西雲的時候 學地魁的時候 有沒有 導師畫圖畫到半天 這個東西從這邊畫到哪裡去 不需要 用GDP來畫就好 對不對 你看這個東西多開心啊 對不對 一開始我帶什麼值進去了 42跟24 對不對 42跟24我就乖乖帶進去 好 帶進去之後呢 注意到啊 這個GCD的symbol 就是什麼 就是這邊來講話就是40597 所以 呼叫symbol 是一樣的 當然地址就是一樣的 可是它的這個stack會不一樣 然後 然後注意到呢 所以看到我第一 所以我 我這個stack來講話呢 這個 stack是先進 然後出 所以當然main是先進去對不對 那之後是第一個GCD 第2個GCD 第3個GCD 第3個GCD 好 所以我到第3個GCD的時候 我就停下來 好 然後 所以 我們如果看一下 這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fram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這邊放一個吧 這邊的值就是什麼 6跟0 好 那我可以把它上一層 好 上一層的話呢 來看一下喔 如果上一層的話呢 它的那個fram就長什麼樣呢 它的上一層 好注意看喔 這 這一段 這一段呢 這一段 6跟0是哪裡 第三次的GCD 那它的上一層呢 上一層是什麼 上一層是 上一層是什麼 上一層是這個 欸不對 我剛才講錯了 我們剛才這個最後一個 實際上有三個GCD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才印出來是 在這邊印出來的東西 是第4個GCD 然後我上一層 第16到什麼 第三個GCD 第三個GCD 所以它的代入數字就是 就是什麼 18跟6 所以它的這個就會顯示 顯示它的那個 顯示它的 return address 顯示它的frame 還有那個stake stake pointer 那當然你也可以幹嘛呢 你可以到上一層 所以上一層是吧 就是 就是這個 24跟18 這樣這個值可以換它出來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透過這樣 所以為什麼你要了解這個 記憶體的變化呢 就是你才能夠掌握 GCD 因為很多人 很可惜啊 有很多人都聽過GDB 但是呢 你這個 你要掌握GDB 其實要很了解這個 memory layout 尤其在function 其實你要知道 這種一個關聯 然後呢 再來是我們前面有提到什麼呢 我們前面有提到 這個像 Metlook這樣的一個操作 Metlook這樣的操作的時候呢 這個東西的 關鍵地方在哪裡呢 Metlook這個操作的時候呢 其實有非常多細節 很值得你我認真去看待它 這個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步 好 那所以 同樣我們用GDB呢 可以讓你去觀察 做很多實驗 你不用 你不用 且完成適當副到GDB 你適當可以在GDB裡面 做很多相關的實驗 然後再來是說像這個Metlook Metlook這個算是我們這一個韓式呼叫篇 非常重要的一題 因為它太多細節 很值得去思考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快速看一下這個參考資料 這個韓式呼叫篇呢 我們之後會想把它拆更細 好 所以不然說這個像剛剛講過的就是 跟資訊安全關鍵 就是我們做一個安全片 好 然後呢再來是跟這個GDB 還有這個機體 相關的地方我們可能也把它拆出去 好 所以我們這次先做一個比較 比較高層次的一個描述 那這邊來講的話呢 就是我們剛才示範給大家看的 這個很high的這個示範呢 是什麼呢 這是叫Pretical example 然後事實上呢 它上一個有個叫做BoringSpec 這個BoringSpec 很有趣 不要被騙到的 太有趣了 你一定要好好看看 好 反正跟你講說什麼 跟你講說那個Process Memory Layout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這個議題 根本跟這片是有很大觀點的 所以他跟你講說 那個什麼 參數怎麼帶進去 那個Prologue跟Ampro到底怎麼一回事 然後就發很多片子 跟你解釋這個東西怎麼來 這一定要去看 好 然後再次在Meloc的內部設計 就是在GDVC的Meloc 事實上這個 發生說它的這個Small Bean 然後那個 它有分Large Bean Small Bean Arena PTMeloc 它裡面有很多種施作 那你可以對照看這個 那裡面有很多讀解 那當然你可能有個很大困擾是什麼 因為它裡面有日文 那怎麼辦 去學吧 啊不是 就是還好看 看字 加緊看一看 最重要是它童話的漂亮 好 去加緊看一看 嗯 好 然後再來是 如果說你上面那片看不懂怎麼辦呢 底下這邊是英文的 那這個 這個很 滿好懂的 然後那個 我修正我的話 蠻詳盡的 不是蠻好懂的 那反正這個東西很複雜 你可以觀察 稍微看一下它在做什麼事 好 然後這兩個東西都有概念之後呢 你再去看這個 Stick Off Buff Off 你會有更深的感觸 因為太多的攻擊 往往都是因為對系統的掌握都不足 或是很多細緻的問題沒有看清楚 好 然後呢 那底下呢 也有這個 這一篇呢 這一篇呢 這篇 Tutorial跟上面這個 有點像 就是說 這個 Metal跟Internal 這個是很細的 那這個東西就是 你可以從這邊先開始看 因為它相對比較好懂一點 好 然後再來是 呃 再來是像那個 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從這個 GDP的觀點 去追蹤 追蹤這個 追蹤那個 機體配置的那個狀況 那裡面來講的話 他有跟你講一些 系統比較 然後跟你講說 他的這個 嗯 每一個 Arena 然後 發生說 他那個 不同的這個 不同的區間 他 他是用 好 那這個是 之前這個 這個 之前這個講座 這個 這個 這個講座其實在 兩年前就有 那所以我們今天 又再把 老本翻出來 詳盡的再看到一次 那所以 在兩年前 有朋友問到說 如果說 呃 平凡呼叫這個 Mail Open Free 會有這個 水平化 跟Tash的狀況 再怎麼用 那事實上可以用這個東西叫 Mail Open Pool 簡單來說我先 配置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我 我們配置這個一個大的空間 我們不急著把它 Free掉 而是說呢 我每次這個 配置的時候呢 就進行在 這一段配置的空間 那Free的時候呢 我去標註 標註它不再用 但是我沒有去真的 把記憶體釋放回去 就是說 我不會去做 前面講過那個 Mail Open Twin這樣的動作 我就是 盡可能就在 同一個空間內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就是 它可以降低這個 的水平化 第二個是說呢 因為機體 既然這個機體已經配置了 我覺得往往呢 它裡面這個 它裡面配置呢 可能已經做過alignment 所以 來講的話 有可能會帶給我們一個 如果是寫得好 會有機會做到更好的一個 效率上更好的提升 當然注意到 要寫得好 好 然後 然後 像我們剛剛有提到這個 W3 W3 這樣一個 一個狀況嘛 所以我們 我就要把 就是把 原本的point out 所以把 把它清成 把清成now 好 然後 這個 好 那 熟悉這個 熟悉 奇蹺蹺蹺的朋友 應該都知道說 有個東西叫 AII AII AII是什麼的 全名呢 AII 好 來看一下 這個AII 是一個 一個全名的 這個全名 是一個縮寫 它全名其實很簡單 叫 resource acquisition is initialization 就是說 我今天要去 就是簡單說 就是說 它規範一個情境 這個情境是什麼 就是說 像我們剛才講 我有malloc 跟free 對不對 但是 malloc跟free 之間 你看 malloc的時候 你會得到一個指標 對不對 然後到free之前 所以事實上呢 它會有個lifetime 對不對 一個物件lifetime 在西元來講 只要有固定空間的東西 都叫什麼 都叫object 不要搞錯了 不要跟西家家的那個object搞錯了 西元很簡單 就是 只要有一個明確空間 就叫object 所以同理 你今天透過malloc 去配置到的一個空間 事實上呢 我給你存取 對不對 顯然它就是一個 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呢 它是有 有個生存週期的對不對 object life time 它的週期是什麼 從malloc開始 然後到什麼 到free 然後 那這個過程中呢 有沒有可能遇到說 我沒有配置空間 我就去用 我就是object其他不可防 我就是配置 那會不會錯 廢話當然會錯 那有沒有可能說我們設計一個情境 這個情境說 我真的要 要用的時候 我就這樣 我就做好必要初始化 不管是配置在前面講的mame tool 或者s.heap 或者配置在哪裡 我就有這樣的一個機制 可以自動的處理 反正過來說 當我沒有持續用的時候 我甚至有機會 把它釋放掉 是針對一個什麼 像這個針對一個scope 超過一個scope的時候 我就把它自動釋放掉 能不能做到這件事 可以 吸源有沒有機會做到這件事 標準吸源是不行的 但是我可以透過一些像GCC的extension 是讓你可以找一些實作很好玩 比如說 就是有很多人會去做這個 實作吸源版本的這個smart pointer 好 那比方說 假設呢 假設你的 假設你的編輯器有些extension 好 比方說我們這邊舉的例子是GCC 好 GCC呢 有一些extension 這個東西超酷的 這個東西超酷的 就是說 欸假設你看喔 真的是蠻好 你看喔 我這邊有個mainlock 那 欸 我這個mainlock完了 然後這邊就怎樣 這邊 這邊就return了 欸你說那 是不是 是不是就沒有free 好 這東西好酷啦 所以這邊你可以加一個什麼 定一個 就是寫一個東西叫 autofree 好 這個autofree呢 基本上在搞什麼鬼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autofree 你在定什麼 autofree 好 這個 好 然後看一下autofree的macro呢 這個東西好玩喔 好 好 所以 事實上呢 我把autofree 這個macro定義成這個 好 就是我去標 標注一個什麼 標注一個叫clean up 好 那他就說 當我這個 當這個 這個scope超過的時候呢 我會主動去互交這個方群 這個方群叫什麼 叫free stake 好 所以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 這個scope 哪個scope i這個scope 就是 i所在的scope 就這麼大 對不對 這個scope我一旦離開的時候呢 我就會自動去呼叫什麼 free stake 然後free stake 它帶流參數所 就是ptr 也就是它的位置 所以我就可以做到什麼 超過這個scope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尋封掉 所以我就可以用到這個方式來做到什麼 raii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技巧 好 然後 所以這個東西呢 事實上你會發現說 其實有很多這樣的一個實作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彈性 爛爛爛去什麼 爛爛去處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oh 是 oh 對 看到glib的source code 感覺蠻複雜 當然複雜啦 不複雜幹嘛 對不對 因為複雜你才有飯吃嘛 對 所以你要覺得很開心 我也看到好複雜的東西 好 那我們這一次的這個議程 大概就到這裡 那再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說 包含地毀的部分 請你對照去看 就是因為我們先把這個韓式呼叫講完 然後接著就可以看這個地毀呼呼叫 好 那我們這次的這個講座就到這裡 好 拜拜 好 就 是 我們 感谢观看